这 是我 没错 我没猜错 我 重生回地球了 我夜天在玄天界 刻苦修正六百年 皆万族至宝九天神石 临家万族之上 却在半步成仙之际 目的天界 神嚣到死 可上天连我 再给了我一次机会 身体雷弱 丹亭干涸又如何 有着九天神石在手 前世血海寻仇 今世 必要加倍环保 我回来了 悲剧不会再度上 该还的血债 也要还了 这回腾龙山庄的聚会 能请到子涵你来 真是我的荣幸啊 还是你上荣会做人 要不是你给我面子 夜天哪里进得来 这等档次的聚会 王子涵 前世的我为了他 受尽爱情屈辱 却也没有善过 现在看来 他又有什么值得我眷恋 不过 你这个未婚夫 架子还挺大 还要子涵你等他 什么未婚夫 夜天他也配 他就是我的一条狗 甜狗 上荣你可以啊 趁在暑假结束前 还记得给咱们几个哥们 搞这么高档聚会 腾龙山庄 接待的都是权贵 来头大得很 我们还是高中生 能进去可有面子了 你们好 我叫夜天 你就是夜天 穿得那么寒酸 可是会被腾龙山庄的人 赶出去的哦 无所谓 上荣 前世你为了王子涵 对我极尽打压 就算六百余年 这段痛苦的回忆 还徘徊在我的心里 夜天 参加这样重要的聚会 居然不知道 换件好点的衣服 你这是丢我的脸 嘿呀 对了 夜天 何事 在上荣这种人看来 我这种出事 连跟他接话的资格都没有 这小 怕是想拿我当做猴爽啊 我后北厢 放着套乡下的表弟 不要的衣服 你俩身材差不多 要不我拿给你 比现在这身强哦 不必了 时间不早了 等我下楼 该出发了吧 装什么装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 也敢跟我张子涵 无自量力 到了腾龙山庄 我叫你好看 没记错的话 这腾龙山庄 接下来发生的事 必定会给这些富二代 领下深刻的应息 这就是红三爷 婚下的金牌汉匠 马文马经理吧 我听说他身家几千万啊 还是上哥面子大 要不然 怎么够级别 让马哥来接 地球灵气枯竭而混杂 此处灵气要浓郁得多 能够急速提升修稳 于现在的我 倒是合适得很 叶天 过来一下 马经理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朋友 叶天 他和我们身份不太一样 是 这种人 没什么好介绍的 走吧 丢人 早知道就不带 这个家伙了 绅容 你们走太快了 等等人家呀 子涵 这张入场券 千万收好啊 晚上的聚会 只凭票路 没票 就算你美若天仙 也进不来聚会呢 哎呀 都怪我 怎么少带了一张 入场券呢 叶天 要不到时候 你直接去龙院大酒店 我再给你拿一张 不劳你费心了 你们晚 我自己打发下时间就好 是可煞不可辱 尚容 短短一程路途 已经三次打压我 也好 那我只需将修为 提升到炼气中气 就凭地球如今 微不可查的灵气 每个十年八年 炼气中气都选 不过有了九年巡识 天地灵气 凝炼提纯 修炼进度提高千倍不止 道士 尚容马文之流 与我不过沉哀 此处四下敬念 灵气也好 就是这儿 前世六百年修真经验 神宝功法均在手 半日久 炼气中气足矣 修真八大进 入境 明石 金丹 原音 化石 河底 律节 大致 前世我知道雷杰之急 才发现自己每一个境界 都有无数瑕疵 假之心魔作祟 道醒破 总是理解 不过 重生一回 境界也好 心魔也罢 此生绝不留 丝毫破绽 道醒无瑕碧玉 就从筑基重修起 筑基分炼气 灵动 通明三气 十方炼气诀 乃是炼气气最高深的法 前世我入手此法之际 已太迟 从来一世 就从这么法觉开始 天地东南西北 生死过去未来 凭次发觉 十方灵气尽很吸收 实在是玄妙目测 万日时光已过 修炼已到炼气中期了 身体已经开始排污纳垢 看来当真如此 就算有九天神势相助 这般神速 也拖不开十方炼气 觉得神妙 验证一下成效好了 石碑开裂 这远远不够 还得继续修炼 别处灵气远不如此处 单凭九天神势还是不够 要么找下灵药 或是布置个阵法 才能跟上效率 这是灵气 在这灵气枯竭的地球上 居然有修真者 不对 这不是灵气 这是 寒毒 它居然是万中无异的 纯鹰体质 这体质若有修真法觉指引 必能静静不俗 可是 可地球上哪有什么法觉 寒毒发作 都如坠冰教 苦不堪言也只能受着 可怜的很呢 红灵二 是闲击那小子 炸了我们练功的地方吗 我这就去赶他走 月参 你恐怕不是对手 还是不要随便生事了 这小子简不简单 我去试试他不就知道了 这瘦不垃圾的身板 我一拳就能放倒 灵二明知我对他心有所属 这是拿一个外人试探我吗 起来 有事 小子 懂不懂拳脚功夫 来试两手 略懂略懂 这位兄弟的挑战 我映下了 欢迎一位修真六百年的先寸 懂不懂拳脚功夫 还要打上门 好险啊 差点笑出声 真敢硬啊 月参 你悠着点 上次踢断脊椎 差点闹出人命 还不够你收拾的 月参自由学习散打 和自由搏击 省队的高手 都被一脚踢运 灵二姐 你这次可是看走眼了 这只是切磋 你们一定要点到为止 放心 我一定让他有个美好的回忆 灵二 你等着看我的胜利吧 还行吧 少死吧 小子 我认为他宿命平生 却属此条性 先尊之名 不容见他 让他找个教训也好 什么 以前就定了胜负 他果然是个高人 可恶 竟然害我在灵二面前丢脸 没事吧 月大哥 要不要我把医生叫来 你伤得不轻啊 可恶 他还不服 不行 再打架出事 以后有的是机会 死了 太不小心了 我刚步入练习中期 对灵晴军中的租 导致外泄 他会带着这些草野四季 刚刚 那是什么 有人差太多了 我刚刚 居然还在妄想 如何报复此人 不知大师到来 我等多有麻烦 还请大师原谅 切错而已 无妨 不过 为何称我为大师 您体内已生出内境 已有小城 正是大师 内境小城 地球如今还有修炼之人 我倒生出几分兴趣了 内境小城之上 还有什么境界 小城以上 尚有大城 巅峰 画镜 不过 也许是小女子 见识浅薄 尚未见过 内境大城之人 内境大城之人 在当今恐怕 也是富毛灵脚 但我还是不可答应 尽早修炼到灵动期 也就是内境巅峰方可 收出内境的人 哪位不是雄霸一方的狠角色 如今这番冲撞 还一直不语 不如是 无妨 刚才想了些事情 方才是我们有眼无珠 冲撞大师您了 就是 这是 腾龙山庄的白金贵宾卡 别的地方 灵二不敢说 在这腾龙山庄 大师若有什么事 吩咐下去就是 这女子竟是 腾龙山庄的重要人物 收下也好 看看上荣池 别也有趣 你叫红灵二是吧 正是 大师有何指教 你身上的寒毒 多久发作一次 灵二 寒毒是什么 他不是在胡说吧 一眼看出 困扰我多年的顽疾 大师兄为着实不凡 灵二斗胆 请问天师尊姓大名 我姓为业 其名为天 弘灵二 我有祖方 正对你天生寒毒之症 真的有办法 这寒毒自娘胎代出 曾有一人断言 小女活不够二十岁 叶大师 你当真能救我 放心 我能够一下 看出你病症 便有办法 医好你的寒毒 大师 若能救我 我愿意 愿意答应您的 任何要求 灵二 你难道 讨厌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想太多了 我前世见过的 各种神女 圣 数不圣数 红灵二这般 还不足以让我心动 举手之劳罢了 不过我还需要准备几天 李儿感激不尽 还望大师留下联系方式 我为你准备晚宴 晚宴倒不用 我在龙院酒店 还有同学聚会 这是 一周后打我的电话 叶山 你知道些什么吗 人山中学的同学聚会吧 就是上龙那小子举办的吧 我没什么兴趣就聚了 你这一说 才有点印象 马经理 告诉浩竹 魏燃光中学的聚会 换上最高标准的飞龙宴 咱们刚穿回来 都忘了现在还不会壁谷了 四五百年没饿过了 这十五香味简直让人犯罪啊 请 这人衣着普通 怎么会有白金VIP卡 搞人不录像 你也懂什么 懒得跟这群毛头小子纠缠 吃饱了就赶紧走吧 紫涵身边还有座位 就坐这儿了 叶天 叶天是吧 别仗着娃娃亲 死气白赖地巴掌我们紫涵 追她的好男人多了去了 第一 我无意追求王紫涵 第二 娃娃亲只是老人家的玩笑 若有不满 随时退情 没别的问题的话 我先吃饭了 好吧 你老是坐这儿别乱跑 我妈说要我照顾你的 子涵 她都说了可以退亲 你还担心什么 好了好了 这公众场合 别说了 以为我听不见吗 要不是看在王紫涵母亲前世 对我多有照顾 我也不会来这趟浑水 叶哥 你真给兄弟面子 我还以为你不来呢 我来敬杯酒就走 你们继续 我应该敬你酒才是 滚开 叶大师呢 叶哥 你找叶大师做什么 我只是来给大师敬一杯酒 这里哪有什么大师 要有我们还能不知道 叶大师是谁 小山呢 过来吧 叶天 叶天 你是想死还是发疯了呀 怎么跟叶哥说话 你怎么跟叶大师说话的 叶大师 可算找到您了 坐吧 叶大师好 叶大师 我敬您一杯酒 今日 岳某受救良多 往日后有缘 再得大师您点拨 久已尽 岳某 先行告退了 子涵 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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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跟我说下啊 叶天 你和叶山 究竟是什么关系 不打不相识 今天才刚认识 哼 还以为多大背景呢 不过是偶然结识了叶哥 一时风光而已 哼 我还忌惮一个叶天 做什么 叶山 再厉害 也不过是个学生 和马尽里这种社会人 没得比 呃 插血而已 大家 该吃吃 该喝喝啊 看你脸上的巴掌腻 快去处理处理 给别人看到就不好了 心天可真倒霉 这个人 应该就是 腾龙山庄风波的导火索了 好心马上就来了 吹了一巴掌 是亏了你了 不过 能遇见这极体的妞 嘿嘿嘿 穿成这样 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妞 嘿嘿 我不客气了 谁 美人 今晚上 陪小爷玩玩啊 本姑娘也是你能动的 你敢打我 小爷让你转啊 再转一个给我看看 哼 爸 你的宝贝女儿 被一个臭男人打了 要他给我赔罪 真晦气 刚才碰到个装纯的臭女人 还敢打我 被我踹了好几脚 收敛一些 这里是腾龙山庄 何况 刚刚说到马经理的话 今天东哥也来了 别生事的好 怕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就算是李东 他真的黑白通知 也得给你几分面子 不敢不敢 大半个营州的娱乐场所 都是东哥的 我不过一介学生 比不得 笑 恐怕这是你今天最后一点 能笑出来的时刻了 这是私人聚会 谁让你们进来的 我是这个活毛 给我带走 你们放开我 陆哥 陆哥救我呀 住手 你们进来就抓我朋友 连个说法都不给 什么意思 听到我上歌的话没 放开我 不然等着强 信不信我废了你 当手 开死 不救他 我怕是保不住 我现在的地位 在我们面前嚣张 踢到天板了吗 真厉害 这才一会就摆平了 摆平了 我看未必 他们连自己 才是踢到铁板的人 都不知道 什么人啊 自己不出力 还酸了吧唧的 兔崽子们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叫人 我让你们叫 看看你们能有多大能力 东哥 我们在云天经 对 对大小姐动手的畜生 也在这儿 东哥 难道 难道那黄毛 动了东哥的客人 东哥 居然对我的客人动手 胆子不小啊 是我李东的名号不好使了吗 东哥息怒 我爸是宝光集团的上正阳 你这个王八高子 敢造我闺女 今天不把你打些八块 我就不在这道上混了 这好歹是马经理的场子 小弟请大哥 看在马经理的面子上 网开一面吧 一会儿借你爹的名头 一会儿借马文的名头 小子 你还挺会混的哈 呸 我告诉你 在我李东面前 都是屁 怎么会惹到东哥 不会波及到我们身上吧 我答应过伯母要照顾你 放心 我向来守信你 你 这次上戎恐怕是要吃个大亏了 不过 只要他们不动王子涵 我就没必要动手 东哥 哥哥 刚刚你们一群人 揍我的人 揍得很爽 是不 我让你们爽个够 男子所有男的给我揍晕 女的都给我扒了衣服 拉出山庄去这一天 放开我呀 救命啊 求救你们 放过我吧 我跟他们无关啊 什么 我本来不想出手的 现在给我滚回去 还来得及 滚回去 东哥 我好怕怕呀 一天 这家伙是不是被吓傻了 今天是怎么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这么多 三子 给这位小英雄上上课 我早就烧痒了 三子可是前训练营精英 一打十也不成问题 乖乖 受死吧 杀气缠身 好像有两下子 正好可以试试我的实力 你别招吧 这小子居然这么轻松就接住我这拳 有两下子 我最喜欢杀这样的高手了 你杀那些废物有趣多了 打不过就要用上凶器 怪我高看了 你以为亮刀子就能赢了吗 我人才有资格说话 不自量力 三子 老大 我没事 我给我杀 弄死他 你一起上演好 省得浪费我时间 我的手 我这气刃 岂是反铁可以比你的 可恶啊 撞进个硬茬 我今天就让你小子知道 我领动可不是你能够惹得起的卷 你再能打 我也能让你像这杯子一样 碎成千万块 那就要看 倒在地上 到底是谁了 放肆 竟敢在我腾龙山庄闹事 灵儿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还正打算派人去接你呢 被这小子拖住了就 哼 小子 这下看你怎么死 灵儿 怎么是你啊 在我地盘上没招呼好您 还让这些小小扰了大师您亲近 这酒当我给您谢罪 我干了 你随意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身上 怎么连灵儿小姐都 对了 你认识李东吗 李东 我是他姑奶奶 他敢不认识我 对不起 不知叶大师是姑奶奶您的贵客 要不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 叶大师啊 我永远不识泰山 求你 求你原谅我 这一趟打下来不伤及性命 看来我这力道控制的也差不多了 收手也罢 罢了 滚 是是是 马上滚 快走 别急我 在我的地盘 还让您遇到了麻烦 练儿真的很是迁就 今天的单全免不说 您看还要 不必了 我没放在心上 这里人多嘴杂 改日我再与你戏聊 嗯 练儿知道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既然这群混混没真伤到子涵 伯母的嘱托 我也算完成了 回去了 这个只会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叶天 真的变了 叶天 昨天那位灵儿小姐是什么人 她怎么会帮你 才认识叶天 我哪里知道她是什么人 至于帮忙 她估计是想还我人情吧 哼 我还不知道你 吃我家住我家 你能有什么能耐帮别人 说实话吧 哼哼 按你的说法 像我这样没钱没权的人 根本连帮别人资格都没有了 行了 我今天就从你家搬走 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就抱着你的钱全过一辈子吧 这个给脸不识脸的臭小子 修炼进展还是太慢 可如今灵气明显不够 得再想想办法 忘了还没学壁谷 哎呀 我这都几百年没饿过了 这个给钱了还有租房 再不找点镜像 我恐怕就成了千年以来 第一个饿死的先尊 不过 既然答应这红林二的寒毒 就不能失信 这钱 还是先拿去买药吧 今晚随便将就一晚好了 你们敢逗我一下 我将你们吃不了东西走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挺呛的 跟爷玩 抱着你爽的什么都不记得 恶心 挺辣的吧 也就喜欢你这块 救 救 还不住手 什么人 原本我并不想管这种烂事 但我再不插手 这女子的命交断送于此 几条人命而已 小爷背得起 多怪仙事 喜欢英雄救美是吧 让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快 快跑 你打不过 天真 快 快 快走 没事了 以后别一个人走夜路 不安全 我 我没事 多谢大舅 没事就好 你是 我好像在哪见过他 虽然这桩着实浓了点 但好像又并非风尘中人 方便的话 能留个联系方式 我好改日灯门道谢 道谢就不必了 我一个穷学生 给我推荐份兼职还差不多 兼职 我在附近皇后青八上班 那边正缺人手 你有没有兴趣 青八 可我还是个学生啊 青八倒是没那么多乌糟事 但我还要修炼 时间上恐怕 你就是傍晚青八没人看着 就几个小时 不耽误学习 这回轮到我道谢了 我先考虑考虑吧 哎 对了 你叫什么 李思雨 你决定好就晚上来皇后青八找我吧 行 我叫叶天 我会记得你的好意的 以裴灵丹为一 用灵气 引导体内寒毒 就能渡绝隐患 普通中草药炼出来的 只能称之伪裴灵丹 还是得想法 加入一些名贵药材 才能确保疗效啊 哼 进展倒还算顺利 就是 我恐怕真的得去挣点钱了 人光中学 哼 我怎么给忘了 李思雨不就是人光中学的校花吗 一个校花居然在校外经营着一家青八 上学好像变得有趣起来 一个人 两副面孔 哼 看来这皇后青八的工作 我得去看看才行呢 重活一世 有些事变得更有趣了 看来就是这 位置不错呀 一个学生能搞定这种地段 李思雨不简单呢 暂且还是隐瞒下自己身份吧 叶天 这边 你想好了 我这可正愁缺人呢 讨理好了 介绍下工作内容 我这就开始 好 跟我来 我这就给你介绍 你听我说 思雨老板 这回可真惹上大麻烦了呀 听说他得罪了李东 那可是个狠茬儿 谁知道要怎么报复咱们啊 走走走 一个新来的 别偷懒 赶活去 啊 这就去 吃皇后青八 哼 有点意思 虽然跟李东这种地头蛇扯上关系 我果然没看错人 今后也要麻烦你了 这是工资 我只是静职而已 没什么好夸的 行了 明天见 体内的灵气 也隐隐有些异动 今晚必须赶紧回去了 紧张很快 要突破练技后期了 不行 光靠这十米内的灵气 根本不光 可护为之困 必护为之前 一刻一臂 为之变 往来不求 为之通 这十方炼气 果然神妙 方圆十里的灵气 都汇聚过来了 哈哈 居然连月亮上的灵气 都能吸收 好像身体的力量 变得更强了 李东 他找我干什么 喂 叶大师 我想请你帮个忙 李东 你我无甚交情 怎么突然找我 大师 我真遇到大麻烦了 刚才灵儿小姐的面子上 叶大师 帮个忙吧 重丑 这地头蛇的钱 不要也罢 这营州一罢 怎么突然低声下气 我过去看看吧 岳大师 大师 你可算来了 这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营州市 鼎鼎大名的气功大师 于元卿 如今这个情况 还有修炼之人 难得呀 你好 叶大师 这边请 咱们坐下说话 不知大师 可知隔壁云州市的 黄子强 不守规矩 把手都插到营州来了 我手下这兄弟呢 都被打跑了大半 东哥兵想马壮吧 说笑吧 还有 我不怕他们人多 可是他们请了一个高手 我的人呢 没一个干得过 那你的意思是 这些酬劳还请两位过目 麻烦大师 出手助理某一臂之力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年份了 用这老身入药 不但林二的一身寒毒有了救 剩下的边角 还能用来提升些灵力 余大师 这老身我有急用 一会儿可否割暗 我走 有空机物 看来是练气出气 修为不错 只不过 太过心高气傲 怎么 打不赢我们云州 敲得去请人了哈 还请了两个 李东 我劝你省省吧 在我宋天眼里 你们营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个叫宋天呢 隐约是内进大城的境界 难得呀 莫期我营州无人 李大师 叶大师 今天劳烦了 我一个人迎战变革 李东 你请这人做什么 既然余大师如此自信 那我先走吧 别走啊 习武之人难免性格有些臭 也打是莫要戒怀 这信余的和那宋天比起来 差了有一个小劲 还要不知自己精良的抢风 出手吧 老师 你可千万有赢啊 这场切错 这个叫鱼元清的 毕叔 太慢了 什么 怎么会内进大城 我看走眼了 好 这 叶大师 哈哈哈哈 宋大师打得漂亮 就是要给这群营州的废物 瞧瞧我们的厉害 李东 就你们这烂地 才轮得到你当营州一哥 不过是一群渣仔里面逞飞 这话 叶某就不爱听了 合着你的意思 我营州人 天生就矮人一等 呸 宋天 把这人给我废了 是 修得猖狂 撤 这个小伙内力竟如此强劲 习武之人 却甘心助纣为虐 你可知错 知错不敢 想跑 我的腿 念你修炼不易 我才只断了你的腿骨 习武不修心 邪道 回去好好反省去吧 对了 还有你 塞着你 塞着你的人 滚回你的营州去 千万别再让我在营州的地界 看见你 李东 你开的这酬劳 我就收下了 叶大师 您的报酬 我给您送来了 哦 这是东哥叫我送来的 叶大师帮了大忙 请务必收下 怎么 都送过来了 再回去 就是博了你老大的面子 回去吧 裴灵丹 终于炼成了 灵力风韵 橙色鲜艳 看来我的炼丹技术 没有退步 要度过修炼瓶颈期 老生这点灵力 根本不够 还是要尽快布置距离阵才行 炼丹布阵花钱如流水 没这两千万 连明贵点的丹药器 我都买不了 听说灵气枯竭 但这么大个国玩城 居然一件好东西都没有吗 有灵气的反应 很近 小哥 看看 玉智不佳 但这玉石 绝非反比 只有修炼之人才看得到 内部居然有一个 天然形成的阵法 这可是上百年的和天玉 遇到小哥你的识货的 十万节元价 玉可不是光看年份的 这质地你都漫天要价 谁买啊 一万 不买我就走 小哥 我也是从云州市 怒林山捣手来的 别走 别走啊 一万就一万 六百年的杀价水准 你怕不怕 四周无人 先看看灵气含量 天生阵法还有许多瑕疵 修正之后才能看到真正成效 巨灵阵 成 大功告成 有了这巨灵阵 鬼应该暂时不用烦恼灵力的问题了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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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春 方便赶过来吗 我是李思雨 皇后星巴出事了 青八都没营业 事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 叶天 你来了 青八发生什么事了 还记得上次的混混吗 我找人教训了他们一顿 没想到 思雨 你在跟谁说话呢 这边 我特地请了些朋友过来 谁敢来找思雨你的茶 我莫少天准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哟 少天哥 这下英雄就美 思雨姐不得从了你啊 别胡说 我只是看思雨有难才过来的 哟 还请了这么多人过来啊 天狗不少嘛 你什么东西 臭畜狂言 也不怕闪了舌头 小伙子 你知道我张良是谁吗 不就是你姐夫李东后面有洪家吗 敢来惹我们思雨 你以为李家是吃素的 李思雨 你以为李家是吃素的 洪家和李家长辈可都放过话 小辈纠纷 盖子插手 谁输谁赢 各凭本事 今天 你要饭戒不成 那不是樊建明吗 这小子 黑白两道名气都不小 他怎么来了 滚开 你忍我们可以不动 小爷我受的伤 你不把这青疤交出来 我跟你没完 非常可以商量 可这皇后青疤 是我一手打拼出来的 绝对不会轻易交出去 辣妞要商量 行啊 你跳段钢管舞就有的商量 我的伤可不白受 不要 你们谁来对付这群人 思雨 这些人惹不起啊 要不你就委屈一下 你小子也在 李思雨 这钢管舞你可以不跳 把这羞辱我的臭小子交出来 我要打死他 思雨 你快回来 就让这小子送死就好了 为了自己的狗命 就要推我入伙客 欺人太甚 有什么你冲我来 不就是跳舞吗 我去 慢着 李思雨 回去吧 我来收拾他们 只会欺负女人 不觉得羞耻吗 叶天 还想再来一次英雄救美 我告诉你 小爷今天请的兄弟 你惹不起 剑民修 说好了要照着小弟我的哈 樊少爷师承三爷 年纪轻轻已是一方高手 你今天死定了 三爷 不会是三子 我当是谁呢 我师父的名号 是你能知乎的吗 不过 我给你师父三子的差点 什么 居然 这么轻松地挡下来了 可恶 喂 喂 萨爷怎么来了 师父 萨爷 我师父来了 看你还能威风到几时 就是这小子挑事 樊少爷正准备教训他的 我都要看看是谁 嗨 您怎么在这里 叶大师 这店是您朋友开的吗 大师 师父 你说的是这小子 早跟你说了 手拿着我的旗号出去干家 你知不知道 这回 差点惹了大娄子 师父 他不过是个青霸适应商 装什么大师啊 三子 你这徒弟根骨不错呀 剑民 胡说什么 经理之蛙 不知道自己金粮 快道歉 凭什么 樊剑民 哪点不如这个穷小子了 没事 樊少心气高 不服气正常 不顾 闹事的刺头 不好好收拾一会 空汉 不会长记性 救 救命啊 什么鬼妮 小爷我不要了还不行吧 这是 见名 捕风成刀 乃内境大成者方可修炼 你 还太年轻了呀 执意发就让他看清了实力 这老者绝对不简单 冒昧打扰了 在下钱薄吟 这是画南古安城 内部排卖会的门票 不知叶大师 可否赏光 虽为老者乍看不醒 但全身上下 无一不是金笔 背景深厚 我正好需要买点东西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叶大师果然大人有大量 简明 快 一起敬与叶大师一杯 来叶大师 怎么真的不如这小子吗 可恶 风头都被抢光了 思雨要怎么看我呀 叶天 谢谢了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不用了 你请我来就是负责清八安全的 这是我应做的 不 你拯救了清八 我就这一方小店 给不起什么像样的报酬 从今天起 这清八股份 你占一半 哟 天哥 咱们清八终于有老板了 厉害啊 别胡说 小心我扣你们工资 这群小子 才几天功夫 就把我当自己人了 思雨 股份的事就算了 谈钱伤感情 不过以后清八有事 随时找我 门口太乱了 我先去收拾一下 免得影响生意 咱这么没眼力见 还不快去给叶大师收拾好 让大师亲自动手 像什么话 知道了 三子 以后多当心点 少让猫三狗四的人 用你家老大名号 谢大师叮嘱 三子 一定转达 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果然没看错人 李慧 这店真的不错的 音乐和氛围都一流 子涵 叶天 你就是叶天对吧 我是子涵的朋友 上次腾龙山庄 谢谢你出手 正是我 山庄的事都过去了 不用谢 哼 装什么情告 子涵这是跟你闹别扭 别介意了 上次你救了大家 我一直想当面道谢 可你好像 一直都没怎么去学校 对了 这周咱们孝庆上 我有节目 叶天 你一定要闪过来看啊 李慧 你犯的这妖精他吗 拉低身份你知道吗 子涵 别这么说嘛 人家怎么说 也是救过咱们的 我认识叶天多少年了 我这是为你好 这种人不会有出息的 见到他都扫兴 走了 跟金帝扯蛙叫针 只会拉低品格 王子涵 你我以后 就只是陌路人了 叶天 别忘了明晚来孝庆啊 我等你来 知道了 明天我去学校就是 这女人怎么这般主动 我是不是要再积极些 这人光中学 不愧是权贵子弟学校 孝庆而已 这般浮夸 这关心校庆怎么搞得跟演唱会一样 那不是月山吗 好命啊 我的耳朵 真是 脸气大成也挡不住这群花痴女的尖叫啊 你别做梦了 月山那可是咱们这第一等的公子 没看到上荣和莫少天 都在他身后当跟班吗 没想到月山地位这么高 我要是治好了红莲儿 岂不是就是头儿了 同学们 我们的校庆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李思雨 李思雨当主持 也不跟我说下呀 思雨 我的女生啊 我错了 今天我的耳朵算是不用药了 早知道这么吵 说什么也不会答应来的 还是塞上亲戚亲戚好了 接下来我们从心里会从学业套 喜欢你 思雨 来喝点水 不用了 我不渴 好吧 这首歌 我想特意唱给一个人听 它是我心中的英雄 希望 它能够接受我的感情 不是吧 它难道是想现场告白 叶天 我喜欢你 三大美女之一的李慧当众表白 我去 叶天是谁啊 看样子这是唱完了吧 总算可以走了 高与琴 高与琴 那是 叶天 他就这么走了 什么孝琴 就是一群小孩搞家家酒吗 耽误我修炼 他 他答应过回来的 感谢李慧的精彩歌曲 请下场休息 我就说嘛 叶天怎么可能为李慧这种人动心 接下来的节目是 叶天 晚会筹备组正在皇后清八庆功呢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感觉没有你在 这庆功会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 休息了是吗 晚安 灵肉相符 气纸练得差不多 接下来就是肉体了 有了金刚链铁绝加之裴灵丹 不成 又十方链铁绝 延伸出来的金刚链铁绝 拆屁组 会是小传绿 进来的金刚铁绝 老强 现在全部和以前大不相同 红灵二的寒毒脱不得 明天也该去一趟红家了 叶大师 灵二小姐让我来见您过去 红家别墅不一般呀 好像是一个难得的灵气汇聚点 不过 身边灵气越旺盛 欲折磨寒毒体质的人 叶少爷 这位是 叶天 跟红小姐有一面之缘 为红小姐身上寒毒二来 帮我来吧 如笑我干 还敢妄言为灵二小姐治病 老李 你怎么领了个孩子进来 红老爷 这位是灵二小姐请来的 我早就跟灵二说过 不要随便相信人 毛头小子能是什么大师 骗子大师吧 赶出去 李叔 等一下 叶大师 你可再来了 灵二 女孩子家这样成何体统 老李 拦住她 叶大师 我一直都想去找您的 只是 寒毒好像又严重了 我带了对症的丹药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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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华国人 不行 这位是 慌疲若狗也配问我问题 修真指 我特意从美国请来的凤贤大师 乃是世间真正的高人 此人身上应用灵气闪现 但色泽暗淡 还是修炼走插了路子 不过红老的女儿 看下来还真有些特别呢 她的病 我答应之了 有劳奉贤大师了 走这边 给您洗尘 大师平平 这可是我最近花大价钱 弄来的大红袍 真难喝 这种东西 也就你们花国人喝得尽嘴了 大师喝不惯就罢了 但灵儿的病 小意思 不就是寒毒吗 我帮她取出来便是 有劳大师了 被盯得真恶心 有个怪 无药以作敌 连我都无法保证跟出 这奉贤究竟有何用意 你们花国人懂不懂礼貌 这人碍眼得很 还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功老 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 这位是我朋友 奉贤大师远道而来 这点容人的哑量都没有吗 算了 不跟黄种人一般见识 我学见宝贵得很 你准备好了没 那是 就在这儿嘛 不需要再准备点什么 闭眼坐下 等会我施法 切记不可睁眼 知道了 这人不是真的要救灵儿 大师 灵儿她 这清魂印 只有用人体炼丹的邪道 才会使用 这家伙 难道是要拿灵儿做药 你要对我女儿做什么 你们华国人不过群废 还想拦我 这坏物啊 华国有句俗话 来者都是客 奉贤大师 既然都来了华国 就得入乡随俗 饭都还没吃呢 走什么走 嘿 入食也就只有你们华国主 才吃的欢喜 怎么 你皮痒 那豹铁天物 谁皮痒 还不一定 叶小兄弟且慢 我们红家的事 没道理让你出手 爹 爹 您怎么来了 感谢小兄弟侠义 但传出去 我红家在营州 连这点事都摆不平 可要遭笑话 这红老爷子 修贞之人 岂是轻易抗衡的 红家般何在 我红家对你风险 以礼相待 你要为何恩将仇报 执意绑走我孙 不说清楚就想走 没门 谁给臭老头子你自信的 穿着糖装 这么碍眼的东西 还要我回答你的问题 红老爷子 危险 红老爷子 这招屈魂爪滋味如何 红家当你做上兵 你为何下此毒手 还要我再重复一遍 好 华国人 都是垃圾 时间不多了 我就不跟你们玩了 别了 去死吧 我红家传承石弹 今日竟遭此厄运 都吹到我身后去 是他 此不量力的家伙 找死 我就不信你 挡得住我全力一计 千魂蚁 取魂爪 你明知其为魔道 却为变强而执意入魔 我今天 就教你一个道理 邪不胜正 道门正头 岂是你这种 邪门歪道能匹敌的 爹 文昌有愧 竟然错怪这夜行少年 乃是孤明钓鱼之徒 反倒引来奉贤 这阴险之徒 害得红家遭此大难 灵儿 爹错了 红家的性命 都交到夜天身上了 夜大师 你没事吗 曲曲外道 不足挂齿 夜天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发不出来 我的内力呢 夜天 你居然坏我修为 我要告诉师父 让你不得好死 你身上这件糖装给我 我有用 好好 我这就脱 我已被你费了毕生修为 你还要怎样 我眼光果然不错 你穿成这样 顺眼多了 什么 我才不穿 凤贤 你父母给你取此名 是希望你能如明一般 知晓供奉圣贤 可你连自己名字 真正寒意都不知 连自己血管里流淌的 那一份滑锅血脉都要诅咒 这样子着实悲惨 滚灰转告你那狗屁师父 像你们这种不知好歹的三姓家奴 才是真正不配欣赏我华夏大国的美 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啊 叶大师 老爷子能救回来吗 奉贤修为未到家 气境入体不深 老爷子若是好好调理 无大案 爹 你醒了 是叶家后生出手的吗 你的恩德 我们洪家铭记于心 只是 灵儿是老夫唯一的孙女 还请叶大师 出手救救她吧 老爷子快请起 我是因灵儿之约而来 又岂会袖手旁观 她体内寒毒和气筋混合 彻底拔出还需要点功夫 我且先做压制 叶大师 需要我们准备点什么吗 我这就命人去准备 简单 你命人准备四个火盆 四个装满开水的水盆 围着红灵二 叶大师 您吩咐的我们都准备妥当了 无关人事退去吧 至于红灵二的至亲执意要看的 起码退到三丈之外 还是 前阵 砍 跟 坤 虚 离 对 好了 刚才 都发生了什么 身上的寒毒都消失了 哇 叶大师果然厉害 小姐这么多年晚级 从未见过这样的起色 谢叶大师救命之恩 灵儿自幼受寒毒侵扰 金红家又为奸人所害 危在旦夕 幸得叶大师出手相助 叶大师 往后若有能帮得上忙的事 我红家必竭尽全力 徐手之劳 不足挂齿 男人 拿火蜂别墅房企和钥匙来 是 有恩必报 乃红家立家之本 这是红家火蜂湖畔别墅 请收下老夫的一片心意 火蜂别墅乃红家祖业 这不妥吧 况且叶大师救的是我 灵儿自会想办法报答 胡闹 就你 这份恩情 还得起吗 这少年有真龙之相 灵儿怕是高攀不上 还是趁早断了这念想为妙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红老爷子这一招 投了我的心意 断了灵儿的念想 果然不简单 爷爷真是的 这也不让那也不让 那灵儿领叶大师去别墅总行了吧 叶天 走吧 那边的管家只认红家人 我领你去 嗯 这火蜂别墅 灵气果然不同凡响 红家得以如此兴旺 不无道理 以后叶天 就是这别墅的主人了 你们可要照顾好他 是 慢 你们几个 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就好了 其他人 灵儿你带走吧 这 不太好吧 我洗劲 身边不需要这么多人 这些人 你待会红家再安排吧 难道 在他看来 我还不够漂亮吗 今日是月圆之夜 灵气最盛 最适合修炼了 今日与风贤交战时 浴室中的灵阵 险些被冲破 看来 要补上其他两道灵阵图才行 夺灵大阵一般有三道灵阵图组成 分别为迷雾灵阵 防护灵阵 和夺灵灵阵 迷雾灵阵 防护灵阵 顾名思义 就是在遭受袭击时 能延缓对手 触及阵体的时间 看来成功了 接下来 就是重新刻画夺灵灵阵了 不好 要炸了 这浴室果然还是太脆弱了 承受不住三道灵阵 得去物色一个质量 更上层的新浴室才行 灵二 你知道哪里能弄到 上好的百年浴室吗 火哥 这次有看上什么好东西吗 也没什么 就看见那翡翠手镯 好像挺适合思雨的 它戴起来肯定好看 前楼年间的那个 那个起拍价就要好几千万吧 大手笔啊 火哥 这是在为你们聂家 到李家提亲做准备 提亲拿这个就不够面了 就是个礼物 哄思雨开心的 他能给个笑脸 就算这份礼职了 烈火 说了多少次 我不想要你送的礼物 不行 我要赶紧摆脱李家 否则连嫁人都只能听任他们摆布 你真是的 都要嫁过来了 还跟我见外 收点礼物没事的 我不 行了 拍卖会快开始了 去坐着吧 我记得前楼给我 叶天拍卖会门票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他 应该会过来的吧 灵二小姐 叶大师 我们到了 好像就要开始了 还好赶上了 强老说了 这回拍卖会上 应该有你要的玉石 我都打听好了呢 辛苦灵二了 你和我哪用说这些啊 奇怪 红家不是一向 对拍卖没兴趣吗 这次怎么 这不是红家的灵二小姐吗 九雅 在下孽火 叶天 我就知道你会来 听说这次拍卖会上 有上好的玉石 我正好需要 就过来看看 那女的怎么一直盯着叶天看 看着就让人不爽 叶天 走吧 我拜托前楼拿来的拍卖会的名录 就放在座位上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好 那我先回座位了 红灵二她是 弘家的天之娇女 长上明珠 而我只是被李家嫌弃的旁之 简直是高下立判 她比我更有资格 站在叶天身边 怎么回事 红家什么时候有这号人物 叶天 都没听说过 思雨一见她就变了个人 拍卖会结束以前 给我查出 红灵二旁边那小子的底细 是 请各位嘉宾落座 拍卖会马上开始 让大家久等了 拍卖会现在开始 今天的第一件拍卖品是 明朝的铜注汉血宝马 起拍价一千万 我出一千一百万 一千五百万 一千八百万 玉石姑娘要比这玩意儿贵个几倍 李东才送来的钱 这还没窝热就又要送出去了 一千八百万 成交 绣珍真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还得想个罚在挣钱呢 这是在同一块石头中 开采出来的七块顶级合田玉 起拍价五千万 现在开始竞拍 五千五百万 来了 这玉石若是到手 为了距离阵法就成了 好像是红甲的人 还是不要跟他抢了 对呀 得罪了红甲 在迎州就别想混下去了 这还差不多 五千五百万 还有没有更高的 五千五百万一次 五千五百万两次 慢 我出八千万 这轮的竞拍相当激烈啊 恭喜聂先生 以八千万的价格拍得何田玉 红甲的人也敢得罪 这烈火怕是活腻了 怕啥 这小子说不定不是红甲的人呐 况且聂甲也不是好惹的 叶天 八千万又不多 你刚才怎么不叫我帮你拍下来 红甲又不差这点钱 没事 我再想想办法吧 玉石再找就是 总能碰上合适的 若是欠下红甲的人情 反倒是麻烦 思雨 还看那小子干什么 在我溺火面前装什么大款 还不是输了 红甲都不舍得为他出这笔钱 看来不是什么大人 谁叫你和叶天抢东西了 对不起 我身体不太舒服 先走了 思雨 我可是为了你才扔了一亿 买了这几块破玉的 你也太不识好歹了吧 烈火 我还没答应嫁给你 用不着你这么费心讨好 什么狗屁东西 敢跟我摆脸子 要不是你还算李家的人 还真当我瞧得上了 吹 叶少 查清楚了 那叶天身世低微 父母都是普通人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从哪里搞来的拍卖会门票 有可能是红小姐带进来的 我就知道 去去小白脸 想办法单独把他叫到VIP包厢去 请问是叶天叶先生吗 刚才那七块玉石的主人 想找您谈谈 请您跟我来 哦 那麻烦李家路吧 玉石的主人 莫非此人还有别的玉石 想要脱手 这儿 前进 你不是才拍下玉石吗 难不成这么快就要出了 那你拍他图是吧 不过就是个红灵二阳的小白脸 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我警告你 石像你 别打李思雨的主意 他是注定要嫁给我的 追不到女人找我撒什么气 无聊 我还以为能有机会入手玉石呢 浪费我时间 慢着 坑了我还想走 就这些破石头 顶破天也不过六千 就因为你小子抬杠 害得我用八千万才买下来 说吧 你打算怎么赔我这两千万 这都是你自愿拍下的 比我何干 少来碰瓷 哎呀 我忘了你是个穷鬼 没钱也行 你给我磕七个响头 我就不计较这两千万 原本看在你是思雨的熟人 不想多给你寄计 可你一再逼我动手 那我只好不客气 你这小子口气不小啊 狠话谁不会放 信不信本少一句话 就让你变成一堆渣灰 碎成渣灰 你是说 想这 我的玉佩 怎么会 你 这次只是玉佩 下次可就没那么好运 以后说话给我小心点 叶天 你们怎么在这儿 灵儿小姐吩咐 要留意下这批玉石 怎么样 叶大师拍到了吗 没有 这玉石被孽少给拍走了 孽火 怎么回事 叶大师没拍吗 叶大师没继续加价 对了 刚才有人看到 他进了聂火VIP包厢 不知道是不是在说玉石的事 聂火 这个小家伙 可千万别坏事啊 老是把这东西 交给叶大师倒还好 叶天 你怎么从这儿出来了 聂火他怎么招惹你了 小事 已经给过他教训了 我们走吧 叶天 等等我呀 聂火是吧 我记住了 敢惹叶天 我红家不会给你好过的 我 不 我 不 我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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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巧了,听说孽少豪至八千万拿下玉石,豪气呀。 钱老,您怎么来了?快别拿我说笑了,这点钱对您来说算个什么? 老夫这次过来,是想起孽少歌爱。 歌爱?你是说这些和田玉? 这玉石是老朽特意给叶大师留着的,不料被孽少给看上了。 不知孽少出价几何,老朽愿意高出八千万的价格,全价买下。 钱老,您要的东西哪里用得着出价,送您就行。 不过,叶大师,钱老,您说的不会是叶天那个小子吧? 那小子? 孽虎,你怎么这么称呼大师? 我就是会点功夫嘛,一穷二白又没背景的,被红练二看上了就敢称大师, 但是,我就还不幸了,这个营中没人能知得了。 混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钱,钱老,您至于为一个小白脸跟晚辈我生气吗? 你不滚,对叶大师不敬,我们拍卖城,不欢迎你们叶家。 哎呀,钱老真是的,我上个厕所,怎么就先带人走了? 急急忙忙的什么事啊? 哎呀,叶家其实叶天那种蠢蚁一般的人能比的,少以为就算抢他东西了,他还不是你乖乖忍着,不敢动我一根寒毛。 你说什么? 没眼色的东西? 畜生? 有什么叫? 叶大师的东西也是你能碰的吗? 龙哥,我,我不知道叶天是您罩着的人。 灭火,这狗嘴只要再冒出一句对叶大师不敬话,行行,就让你家再没你这个人。 好,好,我信,我这就滚,再也不敢了,求你放过我。 这就吓尿了没用的东西。 这里是一亿,东西我要了,至于你,脏了钱老的场地,还不快滚。 这玉石,我跟钱老一起给叶大师送去。 啊,这,这不是火蜂别墅吗? 洪家人是若真宝,居然就这么送给叶大师了,真是大手笔啊。 千金买马骨,区区身外的钱财,就能获得叶大师的好感才是最值得。 叶大师是在修炼吗? 这一方天地的气候都为之变化,一步之差与外界相隔仿若两地,叶大师果然修为深厚啊。 你发生什么了,动静这么大,这是什么神通,威力如此强大,动的人眼睛都睁不开。 还是不行。 果然,继续这样,不过是在做无用功罢了。 如今行持虽再几秒无比,如今我却无法一次全部吸纳到体内,严重拖慢了修炼进度,而且没有距离阵,收集一三的灵气。 修炼过程中,难免会出些差子,得尽快误塞到新的浴室才行。 叶,叶大师,冒昧叨扰您了,不知方才那是什么情况。 哈,不值一提的小事,不过是我修炼不到家,惊到各位了。 你们二位一起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 啊,听闻叶大师在拍卖会上错失了这七块浴室,李东之前几番承蒙大师相助,于是想办法把浴室弄到了手,这不就赶紧给您送来了。 哦,正是我看中了那些何天悦,这倒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李东是从聂火那边抢来的。 这份李送得不错,不是不登三宝殿,说吧,李东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只要不过分的。 看在这玉石的份上,我都会考虑答应。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叶大师的这双慧眼,小弟这次来,确实有事相求。 我们道上的群英会定在了下周,群英会在果,事关各州的势力范围划分,而迎州还没找到高手出战,望叶大师助小弟一臂之力啊。 三子不是你心腹吗?他在普通人中已经是佼佼者,你还慌什么? 早些年三子确实一枚猛驾,可群英会结果会让败者失去一切,各方势力都格外注意起来,纷纷拉外援。 如今都是特意寻来的能人意识出战,三子在他们面前就不够看了。 叶大师,乃我们迎州的绝顶高手,如果有您出手,迎州此次必胜,求您帮帮我们吧。 可我当前是以修行为主,若是路途遥远,恐怕不太方便。 不远,地点就在隔壁的明州,开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耽误不了您太多时间。 明州? 好,好地方。 明州?那不是汪浩英那狗子的所在地吗? 秦始他屡次三番棋我家人。 求求你放了我儿子,只要放了他,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否则我一定和你拼命到底。 会达到目的,我连我亲生父亲都能杀,你又算老气。 汪浩英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记住了。 汪浩英杀父亲,既然送到了我面前,前世的仇,我要你们血债血偿。 叶大师这是想起了什么,谁胆大包天招惹他了,竟然动这么大火箭。 李东,放心,你这个忙我帮定了,明州我陪你过去,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叶大师尽管开口,李东一定办到。 给我查清楚明州汪家的情况,一只蚂蚁都不要放过。 这就是李东你说的群英会了,人倒不是。 正是,此街群英会各州云集,这片地方是营州的休息区,叶大师,那边啰嗦。 不知道汪浩英那狗贼在哪儿,他那种人,一定不会错过这种刀口填写的大赛,祈祷别让我碰上。 周围经过的都是修真人士,卧龙藏虎,看来这里注定少不了场腥风血雨。 小姐,慢点儿,别乱跑啊。 嘿嘿,不停不停不停,哎,谁撞我啊,走路看着点啊,没有礼貌,撞腾本小姐了。 这么年约,既也是个修炼之人。 不知是哪家的小孩,养得如此骄横。 伤小姐,实在不好意思,卖我李东一次面子吧,这可是我请的人。 哼,算了。 难闻成这群英会,竟然要这么小的姑娘出站? 啊,不是,那位是华南世家上家的独女尚卿卿,身份高贵,刚到修炼的年纪,据说这次是来群英会找师父啊。 有离,谁在肆意催动灵气? 你就是叶天,看着也不怎么样啊,细胳膊细腿的。 黄、强,云州的手下败将,哼,你还有胆过来找茬? 少这废话,就是这黄毛小子,赏了我儿宋天。 呃,是,是的,宋大师,不过马上就要跟明州开始打了,还是别分心了吧,这比上可以稍后算,现在还是比赛坑重要。 哼,那就赛后再说,就这黄毛小儿你也能吓成这样,跟我那废我儿子有什么区别? 哎,叶老师别气啊,他们云州的都是一群不起眼的,空有嘴上功夫的跳梁小丑。 没事,我没兴趣跟这种蝼蚁之气,不过,明州的人怎么还没来? 王浩英才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 我去打听过了,汪家的少主没来,只派了那美中国青帮的人来应战。 哎,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重要的姿势,竟然如此轻率。 青帮?有点耳熟,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大师,你自然是听过,就那个打着灵儿小姐主意的凤玄,正是青帮之人。 哎,第一轮是云州对明州啊,赶紧快去。 来了来了,好期待啊。 开始了。 叶大师,咱们也落座看赛吧。 拳脚无眼,生死有命,明州的怂祸是怕了我宋于恒,不敢出战吗? 哼,不自量力。 你叫宋于恒是吧?好了,我知道你名字了。 那么…… 这个宋于恒,突然一个照明就被打倒了。 他可是这届群英会的热门种子。 你跟奉贤的功法如初一辙,青帮和汪浩英有什么勾结,他一定知道汪浩英去哪儿了。 叶大师,你这是要干什么,还没逗我们营州呢? 哼,还以为有多强,没一个能打的。 等等,我来做你的对手。 你?无所谓,反正都是群废物。 还有谁要上的,一起来吧,别浪费我时间。 叶天,前来领教。 原来是你,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就是叶天,奉贤那个废物提过你,能费了奉贤,你还算有点本事。 宋贤过后又是你,接二连三插手华国之事。 青帮到底想在华国做什么? 汪家又在其中图谋些什么? 飘,你知道的不少吗? 不过,无可奉告,这不是你配问。 黑雾乃是由众多冤魂聚合而成,看来这冷云,又是一个为了修道不惜沾满鲜血的狂徒。 带着你的好奇心去地下问吧。 不过如此。 王少果然没骗我,这群英会还真有点意思,没我想的那么弱吗? 王少,王浩英,说,他与你们青帮勾结是为了什么? 你活下来再来问吧,毕竟死人是不配问问题的。 对你这种人,看来是不必客气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青帮、汪家所图的到底是什么? 凭双手,就能破我公式。 大意了呀,不过,还没结束。 是你逼我吗? 不解决掉你,王少从唐家回来,我没法跟他交代你。 王子,他要去见同学了? 受死! 叶导师,你没事吧? 说,王浩英在哪里和唐家见面? 我,我竟然败了,怎么可能? 少废话,我在问你,王浩英那小人现在在哪儿?快说! 他,他在黄,黄亭酒店,求你放过我。 对你这种恶贯满盈的人,给你个痛快都算便宜你了。 没时间和他们耗了,我要赶快去找雪儿。 叶大师,这,这就赢了。 刚刚还叫嚣张狂的冷云,在叶大师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叶大师果然很强啊。 嗯,李东,我还有事要办,接下来的比赛,你另寻他人吧。 哎呀,好的好的,叶大师,您尽管去忙。 这怕是叶大师第一次动机吧,好害人哪。 唐雪,这一世,我不能再错过你。 等我,我来找你了。 有意思,这人还挺强的嘛,有资格做我师父。 情况紧急,都过来,通知下去。 唐小姐不在现场,快分头去找,估计没跑远。 要是找不到误了汪少的大事,可是要调饭碗的。 唐小姐,是雪儿?她不见了? 也是,她一向不喜欢跟那些世家大族打交道,估计是上哪儿躲亲近去了吧。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喜欢翻窗。 前世她不耐烦这些交际场面的时候,总爱偷偷翻窗溜出来。 真的是她,她还是一点没变。 不好,雪儿要被保镖发现了,必须引开她。 这位兄弟,不好意思了,你暂且晕一会儿吧。 我想溜还是溜达掉的嘛,看守居然没有想象的言,还是我行动更敏捷了。 糟了,地下要被撞回去了。 雪儿每次都是这样,自以为聪明,却总是迷迷糊糊的。 每次我都要悄悄跟在她后面,替她清扫尾巴。 那有个路人小哥? 这位先生,帮我个忙,不要出声,可以吗? 好,此时雪儿还不认识我,不能太唐突了,既然已经见上面了,我们可以循序渐进,慢慢重新认识彼此。 那边好像有什么生意,你们几个过去看看,我站在这里守着,是! 坏了,我可不能被抓回去,那就前功尽弃了,你看起来不像坏人,能带我走吗?拜托拜托。 能,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好呀,那我们快跑啊,他们要追过来了。 那边。 真奇怪,总觉得这个人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我一般不会这么轻易信任陌生人来着,但一见他,就觉得亲切。 雪儿,我们终于见面了,好久不见,我很想你。 这里,这里应该安全了。 你好,我叫唐雪,刚才谢谢你帮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天,很高兴认识你,刚才那些人为什么要追你啊,我隐约听到一点,他们是你的家人派来的吗? 让你见笑了,无非就是家族势力联姻嘛,不去得很,我才不要按照我爸的安排去见不认识的男人呢,我的婚事要我自己做主。 原来是这样,我多想劝你离王浩一那个恶棍原点,可是我们才刚刚认识,有我陌生人的身份,我要怎么说出口? 我若是能像嫦娥一样,什么都不顾得奔向月亮,该多好,再也不受任何束缚。 按照你想的去做,都会好起来的,以后有我在,你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事。 我好像得回去了,时间过得真快,虽然只是认识你不到几小时,但莫名的,很放松呢,真神奇,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还能再见。 我们真的有缘的话,想必今后一定会再见面的,当然会再见。 毕竟我们可是从前世,到今生的缘分呢。 说得对,谢谢你叶天,和你相处很开心,有缘再见。 雪儿,你的未来我来守护,这一世,你由我不由天,再没有人,能把我们拆散。 我现在还只是练气水平,只要如何守得住雪儿这事不再受苦呢。 叶天,你还是太弱,太弱,想完全把雪儿护在身后,还差得太远。 前世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今生的我,已经脱胎换骨。 若,就更要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所有资源变强。 为了雪儿,我一定要更强,强到再没有人敢质疑阻拦我。 续经万界灵气,反复催恋透体。 放得吐纳之间,感知万物临时,天书,天旋,天姬,天权,玉衡,开阳,摇光。 起源解恶心君,助我一臂之力。 托! 成功了,不枉之间费大力,四处寻上好的玉石。 借助这七颗玉石,我终于再次踏入灵动气了。 灵动气,可与周边生灵共享感知。 神识所到之处,皆逃不过法眼,恰好可以重温一下这种感觉。 鱼,鸟,蟋蟀。 怎么有个人? 什么人?鬼鬼祟祟地躲在树上? 出来,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我的头好痛,摔死我了。 是群鹰会上那个小女孩,上家上青青? 没事吧,你怎么在这里? 白痴,这么高摔下来,你真的能没事吗? 是没着眼吗?发现就发现了吗? 那么大声吼什么? 诶,等会儿,我好像不是来教训人的。 那个,群鹰会议,叶大师与冷遇一战实在精彩。 轻轻被大师伸手折服,有感叶大师功力深厚,特来拜师修行。 这姑娘修炼根基不错,是个修仙的好苗子,若不是刚刚我也踏入灵动期,恐怕没那么容易发现她。 只不过这一世来的不易,不宜与旁人产生过多纠葛。 变故太多,恐生事端,对我自己的修行不利。 更何况,我也没时间哄小孩玩。 我不修徒,多谢厚爱,尚小姐请回吧。 大师且慢,尊师众教的道理轻轻懂,这一意就当给叶大师的拜师礼了。 我不信这都拿不下你。 谁会在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 王子涵?是你?你找我做什么?这女人找我绝非好事。 谁啊?叶大师对她很讨厌的样子。 我妈说明天她的生日宴会一定要你来,我只是来传个话的,不然谁愿意和你这个落魄小子还有牵扯。 叶天,明天就是你和子涵取消婚约的日子。 我希望这会是你和子涵的最后一次见面。 毕竟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 明天我会去。 另外,不要自作多情。 若不是看在阿姨的面子,我根本不想再见你们这对狗男女一眼。 叶天,你转个屁。 我就是做小白脸,一晚叛上了红家的千金,把自己当。 我正有事要办,拜师之事,你另请高明吧。不送。 真是晦气。 一意都不行?居然真的有人不吃这套?这才是大师风范啊。 叶大师,我……等等。 告辞。 这,这般困炫的功夫,就用了逃跑吗?我也要学这招。 叶天,你等着,我上金金一定会让你开口答应说我为徒的。 这世上就没有我上金金得不到的东西。 借这次生日,向谭阿姨赐别,今后跟王家就断了关系吧。 王家值得留恋的,也只有太医了。 叶天,你来得可够晚的。 这营州最豪华的酒店,要不是上家有股份,沾了上荣的锅,你这辈子都没机会来。 要不是看在谭义的面上,我本就不屑过来。 你神气什么?不过就是条跟在我屁股后面的狗。 子涵,今天是好日子,何必跟这种人生气呢?我一会儿收拾便是。 恭喜,恭喜啊。 谢谢。 小天,阿姨可算等到你了,快过来,让阿姨看看。 哎呀,我们小天又变瘦了。 谭阿姨,生日快乐,我亲手给你做了一个御护服,保佑您身体健康,一生平安。 小天用心了,这浴室看起来真精致,阿姨很喜欢。 谭阿姨身子弱,这浴珠上被我刻了护体抗佑的阵法,正合适。 是与我的夺灵阵,还是今后再看机缘寻觅了。 这是你捡来的鱼吧,里面还脏兮兮的。 这就是你送你谭阿姨的礼物。 小天啊,这有点寒酸呢。 谭阿姨,还是看看我的吧。 这礼物啊,是子涵陪着我一块特意定做的,全世界仅有一件哦。 哇,这不是设计师款吗?大气,还是小荣送的礼物拿得出手啊。 哎呀,上公子,这么贵的东西没必要的,我不太喜欢这些昂贵的珠宝首饰,反而我觉得像小天那样尽心就挺好。 妈,这也是上荣的心意啊,不像某些人什么货色的东西也送得出手,我都替他害臊。 怎么说话,小天跟你可是有婚约在身的,你这孩子就是这种态度对你的未婚夫。 妈,我才不要跟这种人结婚,丢人,这可关乎我一辈子的幸福。 我和子涵眼界不同,秩序不同,本就不合适。 谭阿姨,那娃娃青,今日就正式作废了吧。 哎,连小天你,哎,我可是把你当儿子看的呀,这可如何是好。 王家带你如此,今日谭一生日,叶家怎么就派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来,一点规矩都不懂,那么寒酸的东西也送得出手。 你我胆子再说一遍。 说不过就想动手,是给说中恼羞承诺了吧,我看就是你们叶家家叫太差,在这大喜日子给谭一添堵。 少荣,我出去,在这里揍你,我怕脏了谭一的眼。 别吵了,我的心脏病都给你们吵出来了。 阿姨,你握着玉珠会好受些,这玉珠能宁心尽气,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坚持一下。 好啊。 叶天,婚约解除,我王家跟你没关系了。 再说,你连车都没有,送什么送。 行了,我叫司机开车去送阿姨。 叶天,你也不用装了,就留在这儿吧。 子涵,你扶着阿姨去等司机。 妈,慢点,这破语珠还拿着干什么? 前阵子你的传言还挺多,不是说你抱上了洪家的大腿,还以为你出息了。 这么一看,叶天,你还是个废人啊。 尚容,嘴巴放干净点,今天我忍你很久了,你再说一句,我就让你像这张桌子一样。 你几分? 你吓唬谁呢?这是我上家的酒店,打换了桌子,我看你怎么赔。 叶天这小子怎么这么能打,那可是石墨啊。 区区一张桌子,你什么赔不起? 师傅,不值得为这条狗脏了你的手,让我来处理。 我还没发话,我上家的产业,何时轮到庞治来指手画脚了? 大少姐! 尚容,门口你小女孩是谁啊? 秦秦小姐,您今天怎么来了,怎么不通知我去接您? 不过就是小混混闹事罢了,让您看笑话了。 不用劳烦尚小姐亲自动手,我这就把她赶出去。 来人! 把这不知理说的家伙。 你少都在姑娘面前装孙子,该滚出去的人是你。 我今儿过来收拾的就是你。 啊? 秦秦小姐,我是尚容啊,我还算是你堂哥,你是不是搞错了? 谁跟你脸送主家的亲戚的,你算哪门子的堂哥? 多老实怪着,等会儿再收拾你。 哪里来的小丫头,敢在这撒野? 对尚容她说打就打,尚容好歹也是尚家人。 子涵,快道歉,这不是你能得罪的人物。 她可是上师的独女秦秦小姐,不得放肆。 秦秦小姐,不要跟这种没见识的女人置气啊。 我给您赔罪,一切都是我的错,您饶了我吧。 我是瞎了眼吗? 看上这种狗一样的男人,被公去西边骨气都没有。 师父,徒儿来迟了,让您受委屈了。 为了找到师父你,我费了好大功夫呢。 别乱喊,我可从来没答应过要当你师父,我们不输。 一天,尚家的独女要败太为师,开什么玩笑。 子涵,这小子怕是发达了,尚小姐都对他这么恭敬,咱们都看走眼了。 还闹着干什么,赶紧给一天赔罪去啊,也帮爸爸向那尚家大小姐攀下关系。 凭什么我要为了爸爸你的生意,去给那臭小子好脸色啊? 这时候去道歉太丢脸了。 少废话,尚家纸缝里落一点财,都过咱挥霍很久了。 你爹生意垮了,你上街喝西北风去啊。 不知尚小姐大驾光临,招呼不周多有担担。 小丹准备了宴席,还请尚小姐和叶天,哦不,叶大师赏脸。 黄叔,不嫌我送檀爷的礼物丢份了? 便真够快。 叶天,盛大小姐难道来营州,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你就不能给我和我爹点面子,帮我们说说话吗? 情谊? 王子涵,你还挺健忘的嘛,昨晚你跟我说解除婚约再无瓜葛,今天这情谊又从何而来? 见有利可图,就又和我扯上情谊了。 叶天,你太过分了,我回去非得告诉我妈不可,这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啊,杯子。 查就不必了,这是我的一点警告。 王子涵,王光明,我告诉你,不许打扰谭医养病,否则碎的,就不只是杯子了。 给脸不要脸,没看见我师父不高兴了吗?还不快滚,打扰我拜师,小心我也不高兴了。 是是是,我们这就滚,这就滚。 哎呦,上罗,还傻鬼你干什么,没有引力镜,咱们快走啊。 哦,来了。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 轮离一颗雨时出来,七星正发爽颗雨时,灵气外意竟然如此严重。 天机之位,乃真人心之破惊也,失之,则灵气外意,七星相依,却依不可。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按理,这不是你该懂的。 我那天在别墅看你修炼,觉得有些眼熟,便回家看了爷爷的书才了解到的。 可惜爷爷的书记录不完全,但是已经足够让我明白当天的状况了。 看来修真是假,也有流传这样的修炼方式。 或许我不应该固步自封,应该和他们多一点交流。 想什么呢?我可是知道哪里能找到雨时的替代品的,当我师傅就带你去怎么样? 嘿嘿,我上师大小姐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 容我考虑考虑再说。 怎么,我都这么诚心诚意带消息来拜师了,你还白扑啊? 我保证绝对没有人能比我给的更多了,你就答应我嘛。 消息真伪尚且不明,我又如何答应?如果最后发现是假的怎么办? 放心好了,我上青青才不屑骗人。 哼,看师傅你一脸正直很好骗的样子,没想到居然还挺精明。 看来,不拿出点真东西是没法打动你了。 师傅,你看看这枚灵片,这上面的灵气总做不了假吧。 哼,莫非轻轻你寻到了灵兽?在哪儿? 我这枚可是害规的副灵,害规师傅你应该听过吧?书上说,它以玉为石,被托铜钱,就天地之灵气呢。 我捡到了这枚灵片,自然知道它的位置。 共感了一下,这灵甲居然可以跟我同调。 看来,这害规真的可以作为玉石的代替你,补上之前少了的最后一环。 怎么样,我这个消息还是很对师傅你胃口的吧? 别叫我师傅了,我还未受你为徒。 不过,如今我的确需要这个害规作为修行的素材。 既然师傅你都开口答应了,我就默认师傅你跟我们一起去装害规了。 叫着叫着,迟早你会成为我师傅的。 我们?还有谁? 还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师傅。 静静,你一个人到处跑太不安全了,公务故障,会担心的,表哥我过来接你。 这上家确实有点厉害,这少年貌似只是个旁枝,居然也有修为在身,当真藏龙卧虎。 新鸣,你来得正好,刚好我和叶大师要去霍人湖,接你车用用。 霍人湖? 清清,你可是要去找害规嘛,来来来,这事儿找表哥我就对了,表哥一定帮你搞定害规。 就你,只望你,我就算九条命也不够送的,要说服害规,还得要叶天出手。 您就是清清说的叶天大师?没想到您真的这么年轻啊,果然高手就是不一样啊,那我们一切就拜托您了。 哼,过奖了,只不过修炼勤奋了些,无事献殷勤,非奸其道,这新鸣态度如此热情,怕是另有所图。 听鼓掌说,家业过两年,就要交到清清你手上。 到时,你可别忘了表哥我啊。 我不清楚,以后再说吧。 霍人湖还有些路程,过去还要花点时间寻到害规具体位置呢,这路上你还是先养养神? 嗯,知道了。 盛清清对这小子这么恭敬,以他的身份,不需要虚情假意,莫非这个叶天真是什么,高人? 那我就出发咯,坐稳。 修为高又如何,还不是个没见识的乡下人,小爷就不信,我而不死他。 师父,咱们到霍人湖了,这灵片就是在这霍人湖边捡到的,海贵一定在这里。 这湖面积不小,恐怕光绕一圈都要一日,咱们还是分头找吧,行动快些。 清清,和表哥一起走吧,哭掌说要我照应你呢。 好。 那我走另外一遍了。 出发。 清清,不就是一只亥龟吗?我轻松就能解决,叫一个外人插手做什么?到时寻到了灵兽,也不好分呢。 你还不相信表哥吗? 别废话,叶天可是我上清清认定的师父,这亥龟我也有大用,赶紧找,不要捂了我的大事。 知道了,我不真的找吗?看来从上清清这儿入手是不行了。 那亥龟喜吞玉石,尤其是静染灵力的翠玉,一旦见到,便会狂兴大发。 一会儿趁难叶天不留意,投入他口袋中,引他与亥龟交手。 死定了。 量他修为再高,就算不死也一定是个重伤。 届时,我在坐收渔翁之力,获取轻轻的好感,什么也大事。 也不过是我手上的一枚足子罢了。 新鸣,这是地震了吗?什么东西在晃? 终于来了。 你走进来,不过去。 说,说就是亥龟。 新鸣,快抓住亥龟,别让他跑了。 好,我们前后夹击,困住他。 这亥龟,尾部力道很强啊,幸好我反应快才没被打到后。 如果让他扫断叶天水上。 哪里逃? 我上个阵还不几分钟。 新鸣,你快去通知叶大师住战。 只靠我们二人,无法说服亥龟。 好,我这就去。 清清,你自己小心。 放心吧,我这就去叫叶天强尸死。 叶,叶大师。 快随我来,我们发现了亥龟行踪了。 怎么只有你一人? 清清呢,他没事吧? 麻烦叶大师,扶我一下。 表妹正在压制那亥龟,吩咐我来寻你去支援。 走,快带我去亥龟那边。 耽误久了,清清只怕坚持不住。 好的,谢谢叶大师。 待会儿,就等着亥龟发狂吧。 没想到地球上居然有如此巨大的灵兽。 属实稀奇。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清清,你歇会儿。 亥龟就交给我和叶大师对付吧。 先把清清只一边,去等好戏开场。 嗯,那就交给清明你了。 师父,快趁现在出手吧。 这亥龟是水属灵气的异兽,若能采气真缘,就是现在。 那生什么了? 不知道啊,这亥龟怎么突然发狂? 我控制不住了。 又来,这亥龟似乎在追着我摇。 叶大师,别怕,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错觉了,这家伙似乎瞄准的是我。 身后,叶大师,这亥龟的弱点在你身后,你往后面去。 最后一次,是什么? 身后的攻击,比前面要强烈许动。 亥龟发狂后没有防备,根本躲不开。 果然被那小子阴了。 玉石? 我什么时候口袋里带了这个玩意? 还不用? 发狂,有只玉石小怪。 我明白了。 这玉石对亥龟有极大的吸引力。 能趁机放玉石在我身边的只有一个人。 新鸣,惹怒先尊的代价,你准备好了吗? 叶大师,你在说什么? 快帮帮我,我一个人可打不过这亥龟。 喂,新鸣,还想装啥? 你倒是说说,我心上这多出来的玉石,是怎么回事? 我,我不知道啊,什么玉石啊? 我从来没见过。 新鸣,我亲眼看到你在拍卖会拍下的这颗玉石,你竟然说你没见过。 你敢谋害叶大师,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我,看了无法狡辩了。 这害龟应该是我的,凭什么被你小子抢了去? 我和我抢东西的,都该死。 终于承认了。 新鸣,你的胆子挺大呀。 上个胆敢这么向害我的人是什么下场,你想知道吗? 这玉石飞过来啊,不好。 糟了,弄不掉。 这么回事,一天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可恶,怎么会。 我这攻击毫无作用。 多亏了你的玉石,这害龟力量又强了两成。 你控不住他的,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完了,害龟现在的实力太可怕了。 看来只能跳到湖里,才有一些生计了。 我有点不错。 一天,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就算打不死这害龟,也不会放给你的。 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 我善家怎么会有你这种伴累,气死我了,不行,我去追。 师父,你拦我干什么? 不要脏了你的手,你不是一直想学我的功法吗?好好看着。 上珠心,分阴阳,剑四石,军五行,一节肚,顶珠鸡,接西鱼头。 师父,你这功法,好厉害啊。 西鸣,出来,我知道你还有病,继续藏在水里中。 西鸣,不要。 叶老师,要病啊。 秦鸣,我姑且留了她一口气,家族的败类,应当自行清理。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上家自己处理吧。 这种诈子不用理会她,其他都嫌晦气。 叶大师,用证害龟真缘,换你说我为徒, 以后秦鸣绝不给你丢脸。 这桩生意,你觉得如何呀? 秦鸣,你让叶大师饶我一命吧。 表哥一切多疼你啊,我就是,我就是一时鬼迷了心窍, 就帮帮我这一次吧。 师父,刚才那招很精彩,秦鸣大开眼界。 不过,我上家的事,还是由我来处理的好。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我这就带你回上家, 将你所作所为告之父亲,家伐处置,二是。 啊,我选二,我不要受家伐。 二是从上家族谱上除名。 师父,他已不是上家人了,就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好了, 这个处理你满意吗? 我也不想再看这小人嘴脸了。 轻轻,走了,回去拜师还需要准备挺多的事呢。 拜师? 耶! 太好了,师父你终于答应我了。 师父一去,我已经够不及待了。 我们赶紧走吧。 我还要翻翻皇陵,走下及时呢。 这股活泼劲儿真像雪儿。 不知雪儿现在可还好吗? 叶大师,秦鸣小姐,湖畔别墅到了。 师父就住在这儿啊。 叶天,你这几天去哪里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啊,上家的酒豆丁? 你跟着叶天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我们家的娇满女? 你在师父家门口蹲着干什么? 看着就不安好心。 你下面就离开这里! 你才是! 啊? 啊,这两人有什么深处大恨吗? 哼,我可是正让紧紧来请叶天做我师父的。 不像某些跟踪狂,就知道赌家门口。 你,怎么说话呢? 谁是跟踪狂了? 清清,这真缘我先拿去修补修位了。 拜师的具体安排,我闭关出来后,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了。 都听你的。 好,那我过几日再来造访师父你了。 叶天,莫非你真的要收着上家的小丫头为徒? 她一直闹着要拜师,又是钱又是法宝的,费了不少心。 我没什么能回报的,就随了她心意。 嘿嘿,既然她可以,那……那我是不是也能拜叶天你为师呢? 什么? 红灵儿,你居然学我,修不修啊,叶天只能是我师父。 谁心还学你了? 叶大师为我去除寒毒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心了,只不过一直没好意思开口。 成为师徒的话,也能离她近一点吧? 这么别讲的话,你骗谁呢? 不就是想靠近叶天一点吗? 你,你胡说,我才没有这么想? 师父也不是什么人都说的,我可是用零售还归的真员,才换到拜师的资格的。 你又能给叶天做什么? 我自有我的价值。 叶天,我听李东说,你之前去群英会,是找翁浩英的,对吧? 正是如此,此人跟我有血海深仇,不过上次没见着他人。 爷爷让我来告诉你,他正在盘算着强取民中首富唐家的独女唐雪,以霸占唐家所有家产。 雪儿? 王浩英你这狗贼,实在欺人太甚,我与你不共戴天。 嗯?怎么一听这事就发火了?师父和唐家有什么交情吗? 叶天,等一下,你听我说。 让开,不要拦我,我一刻都等不得。 我不知你跟王浩英有何深仇,不过你贸然前往,是指唐家与避死的境地。王浩英一定会将唐家赶尽杀绝。 我?我只是想帮唐家脱离王浩英的魔场,难道你们有其他法子? 唐雪儿?等我? 脱离魔爪办不到。我跟着斗迪女的家事都比不过王浩英,没法为你出头。 不过…… 只是接近王浩英和唐家的话,我们倒是有办法。 唉,到时候你应该就知道王浩英有多恐怖了,我真不希望你去掺和这一滩浑水。 他的那些烈性,我知道的比你们多得多,只不过唐家与我有恩,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见死不救。 为了雪儿,就算是龙潭虎炫,我也要闯。 唐总为了防着王浩英,四下到处打听能人意识,做他独女的保镖。 我通过家里的关系,向他举荐了你。此处王家的眼线众多,我不方便久留。 剩下,就看叶添你自己的了,你多加小心。 嗯,我知道了,谢了。 唐总,红家引荐的人到了。 快,快带进来。 您就是叶大师吗?您可算来了,我也能稍微松一口气,雪儿的安危就交给您了。 没问题,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唐小姐。 原来是你,那我就放心了呢。 唐雪,好久不见。 爸爸,他就是上次帮我的人,你怎么找到他的呀? 哦,倒是巧了。 求求你,我不过就是一个给唐总开车的,放过我的孩子吧,他是无辜的。 求我有什么用,去求你亲爱的唐总啊。 雪雪啊,你跟叶大师赶紧去里面的衣帽间躲着。 别让王好英发现了。 好。 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声。 沉住心。 来,和你们唐总说吧。 唐总,看到我老刘给你开了十几年车的份上,你就开了我吧,不然我家小孩就活不下去了。 老刘啊,你这是怎么了? 有困难尽管开口,孩子怎么了? 也没多大事,不过就是被青帮的家伙看中了。 据说小孩子的魂魄挺对他们修炼的路子的,谁让他倒霉跟错了? 行吧,我虽舍不到老刘你,也不能置你家人而不顾,是我连累了你,你走吧。 谢谢唐总。 喂,袁星王,我这儿弄了个小孩,你不是缺魂魄修炼吗? 这就给你送去,保准洗钱。 你,你不是说,只要唐总开口,就会放了我的孩子的吗?为什么? 怎么这么蠢?唐老板答应你了,我又没有答应,自然是想如何就如何。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刘叔? 刘叔为我们家开了十几年车了,不行,我耐不住了。 不可,唐总刚刚叮嘱过,其他人不重要。 我夜天这一时,只为能护得你唐雪的周全。 别动,让王浩英发现了一切都完了,他现在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说你答应不做傻事,也不大声喧哗,我就放开你。 听话,好吗? 嗯。 雪儿,我也不想委屈你的。 对不起。 至于到底该怎么办,等王浩英离开我们再谈。 王少,您直说吧,要怎样才能放过我们唐家? 哼,放过。 我汪浩英看上的东西就没有放过的。 老唐,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你的宝贝女儿,你唐家的家产,包括这公司上下三千多人,我全都要,缺一不可。 你,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少来,你这种老家伙的命,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这些需求,你看着办。 Mr. Wong,青帮的X先生,请你参加明州分舵的内部堂会,你跟我一起呗。 有美人作陪的酒局,我自然乐意。 那宝贝,咱们过去吧。 讨厌,Mr. Wong,你最坏了。 喂,老家伙,我的耐心有限,得不到的,我宁愿毁掉。 一个月,若是见不到我想要的,就等着这些东西,跟你一起陪葬吧。 唉,终于走了。 爸爸,别为难了,我想通了,就答应王浩英好了,只要为了唐家,我愿意牺牲自己。 不行,那王浩英就是个恶魔,嫁给她,恐怕会毁了你的一生啊。 爸爸做不到,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可是,如果我不嫁过去,那恶魔的毒手一定会伸向更多人,到时候后果。 会更可怕。 父亲,你说过,唐家起家客了就是这些跟随父亲的员工,发生什么都不能忘了呗。 我不能因为自己,而将他们全部投入地狱。 刘叔的遭遇,你也看见了。 为什么我还这么容易,我重生回来,明明就是为了改变这一切的呀。 如果无法阻止,那和前世有什么区别? 唐总,唐雪,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能力不够,是让你们承担的太多了。 如果我有能和王家抗衡的势力。 这是我们唐家的命,我们认了,怎么运得上您呢? 叶大师,你尽心了。 唐小姐方才的话,让叶某羞愧万分。 我只想带着他远走高飞,逃离魔朝,他却想着这唐家企业的三千余人。 叶某的格局远不如唐小姐。 对不起,眼下的我没有办法正面跟王家和青帮抗衡,我太没用了。 才没有!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可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你的错。 不管怎样,谢谢你愿意出手帮忙。 叶天,怎么回事,我的心,砰砰直跳。 唐室大楼上下三十层,安插了近五十名修真证。 王浩英真是大手笔。 这里安插了不少王浩英的眼线。 唐总,我建议还是让唐雪隐去气息,避免被发现。 这个阵法能维持一个月,这期间唐雪不会被术法所探知,王浩英的探子就无处发挥了。 那一个月后要怎么办?王浩英给的期限到期了,他一定会找上门。 一个月后,我叶天一定会来搭救你们,说到做到。 不知道,叶天现在如何了? 诶,你说,师父去唐家,会不会直接碰上王浩英了? 说不准,他之前生这么大气,万一起冲突就麻烦了。 诶,慢着,你还没办事呢,谁准你叫叶天师父了? 叶天都答应我了,舅舅又怎么了?迟早的是,不过他都去了几天了,怎么还没回来? 诶,叶天,你回来了?师父啊! 来不及解释了,帮我召集营州所有的势力,我有急事,要快! 难不成,你要对王家宣战?可我们都不是王家的对手啊! 王家势力庞大,又掌握了明州不少资源,就算是联合起来,我们营州的势力,恐怕也无力于他抗衡。 不是最少,那我就去找更多的帮手。 营州找不到,那就往外找,无论如何,这一战我必须要赢。 我想起来了,我爸前几天跟我说,秦龙帮这两天,要来拜会我们上家,或许他们可以帮你。 秦龙帮?从未听说过,他们很强吗? 强,秦龙帮是华国最大的帮会了,听说这秦邦染指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对付秦龙帮呢,有他们相助,一定能帮你解决王浩英。 我爸说秦龙帮最近急需训灵师,时机正好,我倒是可以为师父您引荐一下。 秦邦也计会三分的秦龙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就有劳你了。 师父和我客气是吗?包在我身上了,门口站着的是两个生面孔,看来秦龙帮的人已经到了。 这两人的灵力已经如此充沛,却仅仅只是看门的打手,看来秦龙帮的人并非等闲之辈。 师父走吧,等下告诉老爸我找到了一个好师父才行,老爸一定会为我高兴的。 少小姐,你回来了,老爷正在里面等着你呢,你交代的事老爷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这样,那李管家帮我带叶大师过去会客厅吧,秦龙帮的人应该在。 是,小姐,前面就是了,叶大师,请跟我来。 里面能量充裕,能感知到的修士很多,看来秦龙帮来了不少人。 叶大师,里边请,我就送您到这儿了。 好,门上有阵法,六芒星,这道征可不简单,这秦龙帮到底什么来的? 脸性与真正是,这是,脸性与真正是。 来这不上,那我也不必收着本事了。 追,我来的去。 实际,今天是,实际有真正是。 这只阵形看似混乱。 毫无张法,却封住了所有的死角, 看来对方实力不俗 不过对我而已 还是太小儿科了 好伸手 好伸手 拜托尚老您介绍 果真是没错 青蛙掘到这么一个顶尖高手 能够得到中长老的赏识 就再好不过了 叶大师对吧 刚才脱友得罪了 还请您见谅 你们这是在考验我的实力 居然考验一个先尊 真是胆大妄为 秦龙帮长老钟兮兮 请叶大师见谅 秦龙帮名声太响 想扑上来的人不计其数 兮兮不过是秦龙帮帮主 派来的磨刀石 负责筛去一些顾名钓鱼之人 刚刚试探的时候 叶大师实力之高 实乃兮兮平生罕见 一时好胜兴起就失了轻重 请您包涵 原来如此 不过如果你以后再碰上真正的高手 最好不要轻易试探 小心被伤到 我秦龙帮虽是华国第一 出尽风头 但因此虎视眈眈的对手 也多如牛毛 帮主特地命我四处网罗高手 叶大师的实力不用说 息息心服口服 不知精锐血龙小队 现在的教官之位 您是否有兴趣 这徽章瞧着像是法器 莫非秦龙帮还有能制作法器的工家 不愧是华国第一 在我未恢复到全盛时期之前 不如先用秦龙帮来拖延下时间 这教官我可以当 但前提是我有一个条件 让我猜猜 清帮为了对抗我们秦龙帮和汪浩英合作了 而汪家最近正欲吞并唐家 想必叶大师是为此事而来 正是 和聪明人讲话就是省心 实不相瞒 我与汪浩英有些私仇 凭此玉玺 便可指挥我秦龙帮的虎龙队 你若答应 这玉玺就作为您担任教官的见面礼了 不错 这些人虽然修为不算太深 但足够和汪家的人一战 叶大师无论派他们去哪里 做什么 我秦龙帮一概不会过问 可以说是你的私人战队了 不知这样你是否满意 一言为定 这礼物 以及龙穴小队的教官位置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叶大师果然爽快 来 给您 事不宜迟 既然决定下来了 那我们何时出发 钟熙熙 你这个决定 我可不认 你招揽教官前 好歹也要问问兄弟们的意见 就是矛头小子 也配当我们的教官 好歹不照照镜子 钟长老 这不会又是你设置的考验 不不不 这是之前的龙虎队教官 龚阳汉 刚加入血龙小队不久 是个极爱挑适的刺头 灵气随血气游走 修炼已经入门了 只是强弱不太稳定 看来是训练方法不太对 资质还行 脾气太差 呸 你算老姐 就敢对我平头论足 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 小子 我们血龙小队不欢迎你 石像女 趁早滚回你妈家吃奶去 龚阳汉 你给我退下 不得对大叔无礼 要发疯过一边去 臭娘们嚷嚷什么 少来管我 谁不知道你那长老职位 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了 丑长老你喜欢这种小白脸啊 这么维护他 小子 听我龚阳汉一句 当教官靠的是经验 不是靠脸 更不是靠这种浪荡女人 你把握不住的 龚阳汉 闭上你立志 只会喷粪的臭嘴 我没工夫跟你 这种层次的家伙理论 浪费我的时间 不会是想跑了吧 哎 走货 向我跪地求饶 我就放你一马 住手 龚阳汉 你再敢挑衅 我就不客气了 一次试探尚可原谅 但一再试探 我已忍无可忍 这是你自找的 秦龙帮连基本的诚意都拿不出 那就不要怪我翻脸 给你们一个教训 叶大师 您若有气尽管冲我来 可我们都是做客的 在上老家不方便动手 还请您冷静一下 好 那就给上老一个面子 叫上那龚阳汉 我们出去算账 您可能不知道 按照规矩 秦龙帮的决斗力 生死由命 叶大师 请务必小心 哼 正合我意 那我就不必收手了 没在嘴里 吃我这一招 太慢 我过了 公阳汉 你知道蝼蚁遇上愤怒的巨像 会有什么下场 这么一招 还在我面前装身着 我才不管什么蝼蚁大象 却知道 你死定了 最不爽你这种货色 也可以 能让你一招 现在 将拿出杀招了 给我 去死吧 楼椅与巨像的下场 现在我告诉你 那就是 自取灭亡 这 这是我们秦龙帮的信物 恭迎叶大师加入秦龙帮 公阳汉实力不弱 没想到在叶大师面前 却过不了一招 恭迎叶大师加入秦龙帮 龙虎队为叶大师 中长老 你之前说的龙虎队任我拆迁 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 你想做什么直接吩咐就好了 龙虎队听令 一个月内 暗中保护唐氏妇女 不得有任何闪失 如有异动 及时向我汇报 杀令 中长老 刚刚情急弄脏了尚家 带我向尚老赔个不是 还有 三天后来湖畔别墅找我 我随你去秦龙帮 明白了 他修为如此之高 我之前竟然还敢考验他 真是太傻了 幸好他对我手下留情了 否则 我岂不是和龙阳汉一般 什么 你要离开营州一个月 是 我答应了秦龙帮当他们教官 我还需要更多的势力 来帮我对抗汪家 这一趟远门非出不可 不行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你答应过我的 我 我还没办你为师呢 你要是走了 我找谁拜师去 还有我 叶天 叶大师 请务必收我为徒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 好吧 你们两人对我帮助甚多 教你们一些护身之术也是应当 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收你们为徒 行拜师礼仪 太好了 叶天终于收我为徒了 我怎么和他套在一起 会见 前世的我 与灵霄之巅陨路 向我抱憾至今 重生以来的机遇 都仰仗前世的积累 而今重新开宗立派 不如 就叫灵天门吧 就当做对前世的纪念 弟子尚晶晶 弟子红灵儿 九木叶大师大名 今日 拜入灵天门门下 住了我灵天门 规矩只有一条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等必全力而诸之 谨遵师父主妇 我等必会开宗名义 光耀门北 绝不让师门蒙羞 礼成 从此你们就是我灵天门的人了 受师门庇护 往后任何人欺辱于你们 便等同于欺辱灵天门 是 师父 请喝茶 我叶天在这一时 也算有了徒弟 营州这边就交给你们了 替我看着汪家的一举一动 一个月后等我回来 就是清算的日子 是 叶大师 三天时间已到 按照约定 我代表秦龙帮来接你了 叶大师 请上车 你们拿着这树叶 如果唐家出什么事了 就弄破 收到感应 我自然会赶回来 谨遵师命 师父就放心交给我们吧 将营州大小师姨交给他俩人 也还算安稳 这一月 我非得抓紧突破了 雪儿 等我 如今我们两个在一个师门 师父走了 就是师姐我最大了 礼不可费 这一个月 灵儿你要听我的 什么 你是师姐 我年纪比你大 而且是我先认识师父的 当然我才是师姐 哼 真是早又怎样 是我先让师父守我为徒的 你不过见我拜师才硬跟着学 师姐只会非我莫属 我们到了 雪龙小队应该还在训练 我这就叫他们过来集合 拜见叶大师您 不急 既然是在训练 那等他们训练完毕再来也不迟 我在此修炼一会儿 是 我去传话 您稍后 趁此时间 正好可以巩固下新玉石的灵机 这七颗玉石 好像正在被九天神师接纳吸收 能量在体内融合 九天神师果然是妙 屋主之气会自行排出体外 今后就算取走玉石 也不会影响修炼 唯一的缺露终于天上 什么人 鬼鬼祟祟 你就是新来的教官叶天 正是 你又是谁 看来是青龙帮的人 那就没错了 血龙小队队长马飞光 特来请教 哦 挑战输 有这个心思的 不会就你一个人吧 血龙小队队员 引阳前来挑战 请自教 人不少呢 这血龙小队卧虎藏龙 倒是寻可诉之才 看来这趟来值了 一共来了十三人队吧 都出来吧 我看到你们了 勇气可嘉 不过 我是来这里训练你们的 不是来和你们过家家的 我们血龙 是青龙帮最强的队伍之一 一向以实力说话 想要成为我们的教官 就要接受我们的挑战 如果不能胜过我们 那就不配做我们教官 哼哼 倒挺痛快的 省得我浪费时间了 那么 你们一起上吧 不要命了吧 竟敢挑战我们血龙小队全队 我们可不是吃素的 这小子真嚣张啊 既然你这么口出狂言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兄弟们 上 都拿出绝活 别让人瞧不起了 是 有意思 这包围圈的迷惑性不错嘛 看似会从圈中出手 然后其实是 上 竟然被他发现了 这人果然不紧的 苏贞 雕虫小技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吧 轮到我出手了 队长的实力 确实比其他人强行 可惜力量虽然不错 速度却慢了 少废话 还没完呢 解招 去 这回速度很快 但力量缺了点 还是不够完美 就这些 可奈何不了我 还要继续吗 我们认输 叶教官实力高强 我们心服口服 血龙小队名不虚传 我也感受到了各位的实力 如得诸位信任 叶某可助各位突破 各自短板 更近一层 谢会叶教官 这群人灵智各有优烈 十方炼气觉中 有对体质及功法的矫正 倒是可以趁机研究研究 不过如此 那人是谁 也是你们血龙小队的吗 为何如此傲气 哦 是的 他叫月星云 华国第一人 月星河的弟弟 身手不错 在队内实力拍前景 平日为人 是有些骄傲 华国第一人吗 我倒是头次听说 经过昨日一战 我对你们也有了 大概了解 所以我针对你们的体制 修改了下你们各自的功法 修改功法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种做法 功法还能修改吗 我们的功法 都是家族祖传的 怎么可以随意修改 我哥都不敢做的事情 你叶教官何德何能 你莫不是自以为 比我哥还厉害 何出此言 此事和你哥有什么关系 叶教官 修改功法的危险性 你见过吗 我劝你不要狂妄行事 最后害人害己 这人好像知道少许 我自然是知道 不过看来你也有所了解 不如你说说看 有何后果 叶某愿闻其想 功法乃修炼之本 若随意修改 就是动了根基 轻则走火入魔 修为尽尸 重则 本身碎骨 如同这片树叶 大罗金仙也回天乏树 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 我哥年轻时意气风发 曾以自己功法为模板 为其兄弟修改功法 结果其兄弟却因气血逆行 灵气欲结于心 最终冲破了血脉 蹊跷流血而亡 此时一度成为我哥的心结 修改功法 原来这般危险的吗 那叶教官还给我们修改 我哥从此便给自己立下了 不可随意修改功法的规矩 他是华国第一人 尚且如此 你又凭什么擅自改动 放心 我有把握 修炼功法的危险性很高 这点不假 但你哥他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此 而在于 叶教官 你只不过赢了我们血龙小队 就该口出狂言 妄论华国第一人了吗 叶教官 你的能力我们都有不共骨 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修改功法事关重大 我颖阳 一生敬佩的人不多 月星河就是一个 他的话 我信 叶教官 修改功法之事还是罢了吧 风险太大了 叶教官 我劝你放弃这幼稚的想法 为了你 也为了我们血龙小队 再慎重考虑考虑 我叶天来这里 是为了提升你们的实力 古人言 无破不立 不修改功法 你们永远提升不了实力 难道你们甘心吗 那么请问叶教官 你要拿一整个 血龙小队的性命 去做赌注吗 这代价你承担得起吗 口说无凭 不见是到十方炼戒绝的玄妙 他们恐怕难以信心 为何沉默 害怕了吗 叶教官 我属心 似乎有些走火入国的迹象 莫非 来得正好 我怕什么 那我就拿你做赌注 看看修改功法 究竟可不可行 你干什么 我没说要配合你 灵气浓郁强劲 但有一丝紊乱 你最近修炼是否出了岔子 你 肯定是提前打听过 智阳的功法 在这智阳之地发挥到了极致 却忽略了隐瞒自意的法则 正如你刚刚所说 灵气外溢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 闭嘴 你在瞎说什么 月星云 你若再不修改功法 你就会和你哥的兄弟落得一个下场 这时神仙难救 我说 我好得很 看来已经晚了 可惜 狂妄之人 你将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今天一定要给你个教训 可是有些奇怪 虽有征兆 按理说 不应如此之快才对 兄弟们 月星云恐怕是因入魔 敌我不分 一起上 先制住他 让他冷静下来 是 我先去拖住他 你们从侧面进攻 还是 我滚开 这儿没你们的事 小心 现在的你们 不是他的对手 快躲开 真的强了好多 我从前判入了两人 才没有作火入魔 你们居然信他 赶上 血龙小队听令 列阵 包围月星云 不是我 你们我个才是对的 你们全都不信我 都给我死 可恶 他的灵力长了何止一倍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怎么办 你们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 他也不是我夜天的对手 解决了吗 他不会死了吧 哪有救 周江灵气 浮以相克之物 变化成阵 配合十方炼气诀 说不定还能救回来 月星云还有救 你目标正面硬扛 想办法拖住他 带我炼成阵法 载着他引至我处 就能跟他 从走火入魔中唤醒 是 叶教官 我们一定配合你 一个个跟苍蝇一样 跟我耗什么时间 有本事正面和我打 有了 就是那片湖 借用湖水之力 极致 好了 把它引来这边 前面是死路 还往哪里逃 十方炼气群 水龙四 这是什么 黑木 这黑木给你好熟悉 不是 哥哥发生什么了 我的灵力呢 我身上的灵力 怎么一丝都没有了 别担心 你灵体刚从紊乱中解脱 灵力暂时被我轰住了 以免再次走火入魔 这陪灵丹你先吃着 虽不能恢复得像从前 但也会好得快些 对你的身体 也没有负担 谢 谢叶教官救命之恩 方策我也不知为什么 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 谢谢尿成大祸 幸亏您及时出手 是我的功法问题 不全是 你功法上的确有些瑕疵 但并非入魔之主因 谢叶教官 莫非还有其他诱因 您直说吧 我这一次一定都信您 你身上的这碎掉的镯子 凝聚了阴言之力 祸乱你的灵机 最亏祸首就是他 我推测 这恐是青帮之物 青帮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为何要害我 叶教官您确定吗 是的 我之前与他们交过两次手 这黑雾中的灵器 确实源自他们无误 我印象深刻 这镯子是我各于华夏第一武道会后得到的赠礼 他用不上便将镯子转送我 难道那时候就 他们要对我哥下手 如你所言为真 那青帮势力恐怕已渗入我华国 作为 敌在暗我在明 务必小心提防 叶教官说得是 没想到青帮劲已经渗透得如此之深 我等还被蒙在鼓里 所欣你体质不错 撑过了这次危机 我再以自然之力 助你巩固破损的灵机 方才之事是我知错 但大敌当前 为提升实力 请叶教官原谅我一时冒犯 帮我修改功法 还有我们 请叶教官为我等修改功法 我们一定百分百 听从叶教官知道 好 只要你们有心 我叶某保证 各位一月之内 紧接一层 谢叶教官 还有一个月之后 我会带着这帮帮手 杀回去的 这一次 一定要取消汪浩英狗贼的性命 此前我已根据你们各自的特制 改善了你们的功法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无论功法再好 修炼速度也得提上 马飞光 尹阳 你们的灵力偏向水属性 更宜在灵铺下修炼 你们去那儿 是 其他人围绕在我身边修炼即可 以七星之阵 获得灵力共振 可以让你们修炼提速 开始吧 是 近日与他人灵力接触的次数有些多 似乎让灵力有了智性 体内的灵力分布也更均匀了些 这倒是意外之喜 谢叶教官指点 多等 突破之炼气中期 看来这两人的悟性不错 是 那我就更不能懈怠 作为教官 一定要比队员更出色 才能压制住他们 人心俱集 这灵力的吸收效率 似乎比以前高 还差一点 一点 我就可以 终于到瓶颈了 灵动已过 意识通明 如鸣终结 突破 成功了 谢叶教官指示 他的气息也变了 恭喜叶教官成功突破 实乃我辈之楷模 恭喜叶教官 突破后 我可以更直接帮助各位 接下来 我来替你们分别制作修炼之阵 看这首诗 难不成叶教官要 我已根据你们众人的灵力属性 制作了不同的阵法 想必对你们修炼大有弊意 果然是难止成阵 而且还是这么负责的阵法 之前竟然敢怀疑他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谢谢叶教官 谢谢叶教官指示 找到了 原来你们在这 看来都训练得不错嘛 似乎实力都有提升 叶教官果然训练有方 过奖了 钟长老这是前来监督叶某的吗 满意了 不敢 叶教官的能力 我们都有目共睹 不会再有疑问 我这次前来 主要是想通报一下 有关考核的事情 哦 秦龙帮的考核是怎样的 秦龙帮虽信奉强者为王 但团队协作更是不可或缺的助力 这代表整体实力 所以考核均是通过小队间对战 这种形式进行的 难怪他们之前的集体阵法这么熟练 经验老道 看来这是秦龙帮的传统啊 这份资料是三天后 血龙小队的对手的信息 麻烦叶教官带他们做做准备 没问题 古龙小队 看介绍似乎是以力量著称的团队 这种实力对我来说倒是不值一提 可是血龙小队 考核的事情相信你们比我还清楚 当前你们个人修为都已经有了提升 但团队协作能力有待提高 我教你们一套新阵法 七星阵 七星阵每个阵眼彼此之间都能守望相助 再加上你们速度上的优势 必能立刻强敌 开始训练吧 三日之后 剪真章 是 提起精神 检验我们成果的时候到了 是 哟 大伙快看呢 是谁来了 想必这就是五龙小队的人了 林立更在马飞光他们之上 不容小觑 我们的对手是血龙小队 什么嘛 一群新兵蛋子 没劲 拿来热身都不带劲 哎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爱心 被小弟弟玩也把过家家怎么了 正好咱们也轻松了 你爱玩玩去还过家家 羊炮才玩呢 可恶 瞧不是谁呢 别冲动 这是团队间的决斗 再说了 你们输不了的 你们血龙小队好大的面子 还不快点上来迎战 不就仗着你们小队出过一个华国第一 可惜现在 公司废话 小说废话 小弟们 列阵 瞧不起我们 还一个教训 我今天倒要看看 到底谁是废物 说了可别哭鼻子 不自量力的东西 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你 请你们与其丢人现役 不如早点卷铺盖回家吧 就 吃你一拳 小二哥 就这种招数 别敢拿出来 呀 全接下来 呦 爷爷您就这点本事吗 老爷呀 你还是早点退休吧 你 你们这些小猫虫惹怒我了 接下来我要认真了 试试这招 蝉龙拳 灭击土灵 马飞光 化解这招的诀窍 就在我这句口诀里 明白了 小猫虫 你我想的那么弱呀 看来今天不拿出点真本事不行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伤 你却我一个人打不过吗 还要 别拽 龙小队 绝不可能说 与其毛都没准备了下 太敌人了 越赢 就去死 呼噜阵法 还有这熟悉的黑雾 又是轻棒 从四面围住他们 逐客击破 马飞光 你们小心那些黑雾 好 放心 叶将官 你不用出手 我们也能赢他们 绝不给你丢脸 护卫上背 不要后退 升天门 追 小死 兄弟们 上 就是现在 天门 降 如果如此 撑住 他们的把戏要结束了 还有呢 天门 破 赢了 赢了 教官 忘了赢了 哦 太好了 终于赢了 诸位表现不错 不愧我这些时日亲自教导 你们已经出师了 青帮的渗透 远超我所料 回去的日程该提强了 恭喜叶教官 不过 我这边刚收到有关唐家的情报 需要通知你 唐家 诸位出事了不成 出什么事了吗 唐家有没有人受伤 没有 反而汪浩英 原本安插在唐家的爪牙 突然全部撤了 但他一向阴险 恐怕是想搞什么大动作 秦王的渗透 远超我所料 汪浩英又出新动作 恐怕 他想在下次 华国舞蹈会上 做点什么 敌安我明 情况不利啊 钟长郎 虽然距离一月之月 还有数日 但你也看见了 血龙小队已出事成功 恰逢我还有私事需要处理 秦龙帮 叶某就先告辞了 再会 叶教官 叶教官 等一下我们 你去哪儿 我们也要跟着 这二十来日虽短 但也跟各位有了些感情 不是不愿意带着你 而是我这趟危险重重 你们还是留在秦龙帮为好 叶教官对我们修行的指点 犹如再造 一点危险算什么 无论教官去哪儿 我们血龙小队 誓死追随叶教官 我们血龙小队 誓死追随叶教官 真是一群血性男儿啊 这才认识多久 就决定跟随我了 好 你们随我一到 杀回营州 教官往后 我们血龙绝不相信 走 血龙小队这些人 原来可傲气得很 不到一月就收服了这群刺头 叶天果然有一套 雪儿 按照约定我回来了 这花盆似乎是某个阵法的一部分 汪浩英令人布置的吗 这阵法还有些熟悉 阵眼藏得足够隐蔽 我用灵力也看不见 难道汪家请了什么高人 上一世见过的阵法繁多 一时竟想不起来 只低级的生辟阵法出处了 罢了 乔治也不像是攻击性的阵法 带我回想起来再做处理吧 先找到雪儿和唐总 真是重生一回 修为还没攒够六百年 怎么这记性 倒像个老头子了 叶天 是你 你终于回来了 啊 雪儿 因为放心不下 所以提前了几天 见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嗯 多亏了你找来的朋友帮忙 我 我没事 还是不要再麻烦叶天了 别装了 你哪里像没事的样子 愁眉苦脸的 说吧 发生了什么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 已经三天了 我已经三天都没有联系到爸爸了 他一定是被汪恒英抓走了 我 汪恒英说 他最后给我一周让我好好考虑 但从那以后 爸爸就和汪恒英的那些爪牙一起失踪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雪儿 眼泪不适合你 不要哭了 好吗 有我在 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流眼泪了 叶天 你这是 我会记住这滴泪 让你落泪之人 我绝不会放过他 既然我回来了 就把一切都交给我好了 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你爸爸救回来的 好 我信你 叶天 谢谢你 幸好还有你 雪儿 你怎么了 该死 汪恒英又做了什么手脚 这是 手帕上的黑脚熟悉 这阵法能够使 变化魂魄的血震 竟然不知在此处 好歹多的心思 这阵法之大 已经遍布了整个唐家 难怪要花费一个月 当务之急 得先破阵 血龙小队听令 来 教官尽管吩咐 你们去把这个阵法破坏掉 是 痴心妄想 是吧 不要做垂死争扎 血震已成 凭你们 是破不了阵的 王浩英身后是谁 鬼鬼祟祟戴个帽子 身上有黑暗的气息 是青帮的人 爸爸 果然是你带走了他 求求你放了我爸爸吧 任我做什么都可以 藏小姐总算运送 原星 你听到了吗 你的阵眼准备好了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 阴身阳体之人 血震本来就乃制邪之法阵 再加上以人为阵眼 这要是借助阴身阳体的 魂境之力 来直接洗出灵力 一旦做了阵眼 雪儿会死的 我绝不能让这一切 在眼皮底下发生 想要动雪儿 问过我再说 有我在 没人能伤害他 哦 有人想抢你的猎物 原星 这不给他一个教训吗 敢和我抢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叶天 小心 这人看起来好可怕 没事 有我在 你去后面 以免伤到你 一口 你杀 去 死碎他 竟然把烈花的冤魂放了出来 果然是青帮作风 竟会这些歪门邪道 欺欺 灵气剑 破 我烈花的冤魂 居然被一剑斩灭了 怎么会 他应该死透了才对 怎么还有黑气冒出 好狠 这是把自己 修理成立伪了 真是不择手段 老子 乖乖让我吞了你 我又可再进一层 嗯 这原星摒弃了肉身 化为恶灵 一般攻击伤不到他 需要转化为 纯精神力的攻击 才能奏效 越是 七星斩 我这次绝对躲不开了 不可能 我的灵体怎会被伤到 你居然有这种手段 是我小瞧了你 没事 回到身体再吸他 上百个魂体 我还能活 大不了多休养休养 我光家 不养你这种光吃不干的废物 一个臭小子都对付不了 你已经没用了 不要啊 王好婴 你好狠 雪儿 你没事吧 这 是怎么回事 血阵为何还没破 血阵 齐 我站在这 可不是摆设 原新虽然用不上这血阵 也不能就这么浪费它 不如 就由我来想 你们该死的 还是得死 既然强行驱动血阵 王好婴果然要难对付得多 只要这样下去 他们的灵力要被抽干了 叶天救 可惹 可惹 只要先斩断这些该死的黑线才行 糟了 雪儿不是修炼之人 灵力快要枯竭了 得加快速度 回来了 雪儿 坚持住 小官 别管我们了 你带着唐小姐先离开吧 小废话 我没挂这钱 你们一个都不准死 我有能力救出你们 待在那 这血阵临时开启 我并非专修猎魂之术 没原形那么熟练 竟然开始反噬了 要速战速决才行 小子 在血阵里还想保住其他人不死 你以为你是先尊吗 我劝你趁早放弃 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狠 我没空跟你这种败类纠缠 今日这些人 我就定了 口气不小 不过你想要护住唐家那小姑娘幸运 就和我做个交易吧 你答应我 就暂时放过她 被血阵拖累 还能发挥出如此威力 这名交战 我未必能把赢她 不如先撤退 笑死她 这血阵的隐阵 我暂且留着 一周后的华国第一武道会上 倘若见不到你人 我再去这帮蝼蚁狗命也不迟 你最好到得早一点 雪儿 对不起 就算扯一万个借口 说是为了你 我一腿缩过 我差点就又失去你了 幸好 混在我下次了 血阵必须血偿 王浩英 一周后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灵力属性相撞得太厉害了 再晚一步烧起血阵 恐怕就是我走火入魔了 原型那个废物 太没用了 雪儿 你受累了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唐 你怎么了 唐总 你没事吧 王浩英他们走了 我们暂时安全了 他的灵魂缺失了一部分 怎么会 血龙小队听令 保护好唐家妇女 等我回来 是 教官放心去吧 我们一定用性命 誓死守护唐家妇女 看来只能用追魂影 来找回缺失的部分了 为了雪儿不再流泪 我也要将唐总的灵魂追回来 况且这可能也与青帮的阴谋有关 精一追到了这儿 什么人居然藏在深山里搞鬼 若不是追魂影会有错 外人定看不出崇明山还有这些名堂 上我看看 究竟是谁在捣鬼 就是这里了 这供奉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来者何人 竟敢独闯巫灵门 胆子不小啊 报上名来 巫灵门 想起来了 原来是以灵魂为灵力源泉的旁门总派 哼 这就解释得通了 老孩 竟敢无视我们 你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在思考正事 别打扰我 不然你会后悔的 谁不说 那就别怪爷爷我不客气了 我倒要看看 后悔的是谁 老头小的 撞到你爷爷头上来了 我说过了 不要打扰我 这是你自找的 便是 七星斩 去 什么 这小子这么强 不好 折人撒野 这老人身上 似乎有唐总晕晦的气息 难道就是他 掌门 就是这小子 突然闯进来 一言不合 就开始动手 你就是乌灵门掌门是吧 我是过来取回一些东西的 请你交出唐总的灵魂 取东西 那就要问问 我的箭头不同意了 乌灵门 不是你想来就来的 要为擅闯乌灵门 付出代价 随意变换形态的法器 有点意思 深山中竟还有磁灵保护 还没结束 怎么还能变换属性 这就十分罕见了 掌门发力了 这家伙死定了 叫他刚刚狂妄 去死吧 蝼蚁 这法器竟然还能和 环境中的灵力联动 落到这种轮胎手上 可惜了 像个虫儿一样四处乱蹦 正发人 我看你还能怎么躲 给我变到最大 能死在我乌灵脚镇脚之宝下 也算你小子命好了 应该感到荣幸 没到 这老者的实力 不可能自由驱动这等宝物 他的修为明明看起来很一般 莫非是这雕像搞的狗 似乎雕像中有能量跑出来 还嚣张吗 臭小子 五件棺材不落泪 蚂蚁汉象不自量力 与乌鲤门作对 不会有好下场 到底谁是蚂蚁 还未可见 话不要说得太满 谁还活着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是谁 你根本没有资格治吧 乖乖交出唐总的灵魂 我便饶你 否则 今日就是乌灵门的末日 臭小子 口气狂得狠啊 迟老夫一剑 就能借你找到那唐走了 我不信你还能躲过去 如果我没猜错 想必你操纵鱼骨剑的能量 都来自这里 你怎么猜到的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灭了你们 死吧 最近所有事都与这黑物有关 禁止了看这鱼骨剑的气息 似乎有鲜明的 好像是万象之力 这剑居然蕴含着 能根据灵气属性变化的力量 难怪刚刚能够这么多变 这剑居然还认主 看来这是一把有智性的法器 难得 给我回来 还挺刚烈 看来不清楚修为 它是要和唐总的灵魂一起自毁了 纵然有些可惜 很可能会毁了这把宝剑 怎样 幸好 这剑的灵石 与万象之力都保留下来了 九天神石似乎与之有感应 这剑值得下精力去酝酿 未来在我手上 一定能大放异彩 不好 一组神差点让唐总的魂魄一散 那我就无法和雪儿交差了 鱼骨剑的事 以后再说吧 不急于一时 现在还是先回去 别让雪儿担心 爸爸 爸爸 你醒醒啊 你别吓我 中眼看看我呀 叶天 你回来了 你快看看我爸爸 他一直昏迷不醒 我知道 我离开就是为了此事 你的内伤还没好 不要随便走动 放心交给我吧 他会没事的 我向你保证 唐总 你那灵魂该回身体了 归回营 去吧 雪儿 这是 发生什么了 我记得 我好像被汪浩英抓住了 爸 你终于醒了 是叶天又救了我们 多谢叶大师 你这是我唐家的救命恩人 唐总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休息几日便可恢复 阵法已经彻底清除掉了 我和汪浩英的约定在前 暂时不会有人再来骚扰你们了 接下来 就该我去面对了 一周后便是华国第一舞蹈会了 我回去稍作准备 定会为你们复仇 请二位放心 叶天 我只能拜托于你了 一定要营业 既然决定要往前走了 也该和过去做个诀别 从来以便继续上学 不过浪费时间 办完退学手续 就再也不回学校了 这学生生涯 终究还是和我无缘了 我和这些普通人是不同的 我终究不属于这凡人的世界 求真诚 你们的天尊就要回来了 迎接我的归位吧 叶天 谁 真的是你啊 太好了 你好久都没来学校了 我还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你现在还好吗 李思雨 好久不见 他 他还记得我 叶天 你要退学 为什么 是发生什么了吗 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不能为其他的事情再分心 继续留在学校 已经没意义了 那我以后 岂不是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你没事吧 你看起来不太高兴 不 我不能就这么认命了 叶天 带我走吧 我也想看看你选择的路 我不想一直这样下去了 我这条路很苦的 不是你这样的普通人能忍受的 你还是在慎重考虑考虑吧 你的路上有什么 我的确不知道 可我知道 若是我继续留在李家 只会更苦 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你父亲还没打消那些想法 他又逼你了 我现在走的这路 不由我选 甚至什么时候迈步都无法让我决定 我只是李家的一立棋子 一切只能听别人安排 还能有什么比这条路更苦 叶天 我只想把握自己的命运 这一次 我不要听任何人摆布 所以 无论多苦我都不怕 你带我走吧 我不服 我不 的确 我命由我不由天 紫月 你说的没错 每个人的命运 应该把握在自己手里的 既然如此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若真的准备好了 就前去火风别墅 找红灵儿 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拿着这个徽章去 他见了就懂了 尚清清也在那儿 你不必拘束 谢谢你 叶天 幸好还有你 叶天 你的事我无能为力 但我希望你一切顺利 心想事成 舞蹈会时日将近 已经耽误很久了 还是应该尽快前去 叶教官 我们来了 你们怎么过来这里了 秦龙帮让你们单独出任务了 看来血龙小队的实力 已经得到他们认可了 那是 我们可是叶教官亲自教导出来的 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我们从中长老处 听闻您要去化国第一舞蹈会 特意前来送行 希望叶教官万事小心 老你们记过 有心了 不过是一个舞蹈会罢了 我自有对此 叶 叶教官 借一步说话 您第一次参加有所不知 这舞蹈会 恐怕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哦 都有什么名堂 你说说看 这化国第一舞蹈会 名义上是比武论英雄 实则是在角逐化国盟主 争夺统领领袖界的资格 这七大派都十分重视舞蹈会结果 所以都会指派顶尖高手来一针高下的 七大派 你这么一说 这舞蹈会就更有意思了呢 真是期待啊 岛上林立浓郁成都前所未见 也亏他们能找到这地方 看来这华国第一舞蹈会 果然名不虚传 那不是擎龙帮的人吗 听说上次的冠军月星河 这次也来参加了 这届不出意料 冠军也是他的了吧 哼 月星河算什么 这次七色盟 请了岛国的绝顶高手 林英南过来 林英南居然也要来 对啊 那可是青帮一等一的高手 秦龙帮的统领地位 可要不保了 他们疯狂不了多久啊 你们两个年轻后生懂什么 按照传统 丢了冠军 可是要被修真界除名的 秦龙帮可不会这样束手就擒 熟英熟书还没有定论呢 看来青帮打算借此机会 统领华国修真剑 王浩英想必也参与其中 风波渐起啊 他们的阴谋 就让我来粉碎 老板 给我一个标签 哎呀 是秦龙帮的客人啊 这边请 这边请 老板你先回去吧 不用招待了 我想好好休息 哎 好的 客人有什么尽管吩咐 秦龙帮可是小店的贵客呀 看来秦龙帮的身份 还是太招勇 我还是把身份标识摘下来 专心抓紧修炼才是最紧要的 这鱼谷剑 似乎比前些日子安分多了 看来是修炼的好时机 不管了 先试他一试 看还能不能修得剑灵 灵剑何一 看来不行啊 哎 没想到 就算是用上九天神识 还是没能驯服 这鱼谷剑 究竟哪里出了差错呢 灵力不够 还是反问不对 好像都不是 废物东西 叫你做个东西 这么久才做好 八卦门养你有什么用 我知道错了 师兄不要再打了 再跟我一次结婚吧 你还敢命令我 你这个废物 什么人 我们八卦门教育弟子 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 回边去 我乃林天门夜天 听都没听 第一次参加武道会吧 我劝你识相点 最好不要插手我们八卦门的事 哎呀呀 这位大师 就算是秦龙帮威风 也不能毁了我小店呢 拜托你们高抬贵手 千万不要在这里打起来啊 那是秦龙帮的人 哼 这次算你好运 没事吧 我看你都只是皮外伤 回去找点药酒擦擦吧 我 我没事 多谢大侠相助 那就好 静等等 大侠 你身上这剑 似乎有些特别 可以让我瞧瞧吗 我并没有拿出来 这人怎么发现 鱼骨剑的存在的 你认得这鱼骨剑 竟然还能变小 好厉害的宝剑 我想知道 你先前没看见鱼骨剑 是如何发现它的存在的 应该是直觉吧 具体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从小就对法器 特别敏感